观光主题活动 因为你刚刚一直强调观光主题活动 大部分都集中在 四月份 六月份 七月份 还有八月份 市长杯的海上龙舟竞赛两天 石门热气球加年华四天 大溪豆干两天 大溪豆干节两天 北衡旅游节六天 主委滑水到音乐派对两天 所以我的意思就讲出说 我们刚刚很多同仁提到 很多活动的串联性 还有就是每个季节 每个月份的均衡 我觉得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官吕局 能够把相关的地方 有特色的活动 跨局势的跟其他的单位 互相的做一些联系 然后你有计划性的让桃园市 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头到尾都有一些常态性的观光活动 可以来做参与和举办 我觉得这个才是长久之计 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几个节庆 我们事实上文化局有办这个眷村文化节 对不对 然后呢还有这个地景艺术节 那包括这个国月节管月节 那客家事务节的同花祭对不对 然后农业局的这个所谓的活鱼记嘛 还有水蜜桃 还有莲花记等等 其实这些都非常的具有一些特色 可是你如果太过于集中在某一个月份 或者是季节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这个旅客 事实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配套措施 也没有办法消化到那么多的这个观光旅客 那我觉得是非常可惜了 这是我第一点给你的建议 那第二点呢 其实有关于陆客缩减的这个问题 根据内政部移民署最新的这个统计 八月份的陆客团的这个人数呢 大概下滑了这个五成左右 那我们观光业者估计 今年陆客来台的这个总数 大概会减少一百万左右 那其中呢有七个县市 被列为陆客缩减的这个重灾区 那其中桃园是其中的一个县市 那还包括了新北市 南投嘉义高雄屏东和台东 那我就请教局长 我们既然被列为七个就是陆客缩减的这个重灾城市 那我们到底有什么因应之道 是 陈如刚刚一座所说的 我们是在整个排行当中 我们减少我们是第四名 我们就是在整个陆客缩减少 对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因应之道 其实你刚刚说了 我们现在要转移 对不对 你不要再倚重陆客团的这个到来 那你要改变策略 那吸引东南亚的这个旅客 对不对 包括日韩 包括日本和韩国 对 那你其实陆客它几乎都是团进团出 对 那我们可能还需要吸收一些 所谓自由行的这个旅客 是的 可是但是我就建议 我们未来 我们观光旅游局 观光旅游局 其实我们在这部分 我觉得要有几个 那个决策性的这个考量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在地的那产业观光基础 是不是能够现代化和国际化 那刚才我们有同任也有提到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光纤的这个网路 我们到底观光旅游景点 我们到底建置完成了吗 我们的交通是不是够完善 还有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路标 路牌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在议会讲过很多遍了 高速公路上面是一种 国际语言的翻译的这个名词 那下了高速公路交流道 进入到行政区以后呢 那又是不同的这个拼音的这个方法 那会造成国际旅客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这个迷失 那我觉得这一点也很不好 那第二个就是观光旅游景点 我们是不是具备了一些 吸引的一个条件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餐厅 你有一些特色的这个美食 我们这些特色美食的这个菜单 你让它国际化了吗 我们又没有辅导店家 朝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努力 那还有住宿的这个环定 还有在地特色的这个行硕 那么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观光旅业的这个 创意的这个服务等等 我觉得都应该要 我们要有一个周详的一个辅导的这个计划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觉得我们到底就是这些建设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相关的这个配套措施 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去迎接局长 你刚刚讲的泰国韩国日本 那甚至是其他东南亚的那个观光旅客 那局长请你简单回答好吗 好 刚刚一座所说的第一个就是产业的辅导 这我们积极来进行 包括国际化特色化 第二个刚刚所特别提到的 如何吸引这些 我们今年做了韩国的 我们下半年会做泰文的 我们明年还会做其他语言版的 我想这个我们都会持续在做 那局长其实你泰国版语言版 你这个所谓的导游地图 那个逛游地图对不对 其实你不是只有逛游地图而已 不止 其他的这个配套措施 我刚刚讲餐厅的这个菜单 对 产业辅导我明明来做 包括我们住宿的一些那个就是 导览等等这些 你都必须要配套措施要做出来 会 好不好 好 局长请坐 那个交通局长 我想这个我看到你工作报告里面 就是有关于我们桃园市 民间设置临时路外停车场的 这个奖励的这个办法 其实我倒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呢 因为我们现在桃园市 现有的这个汽车 一共有74万4786辆 但是我们的这个汽车格 只有19,098格 那平均大概39辆汽车 才拥有一个这个停车格 那我们桃园市现有的这个汽车 机车啊 是111万7,416辆啊 那平均呢 25辆的这个机车 才拥有一个这个停车格啊 所以可以说是工需严重的这个失衡 那当然你在这个奖励办法里面提到 到今年的7月底为止啊 你一共奖励了5家的这个停车业者 一共发放了56万4千块钱的这个奖励金啊 那一共增加了188格的这个汽车格啊 那我认为呢 这个努力还不够 为什么不够呢 我觉得我 我们一再强调啊 我们各个单位必须要做跨局势的一个联系 比方讲像我们都发局啊 我们现在正在透过都市计划通盘检讨的这个方式 我们桃园市啊 闲置的就是没有征收的公共设施保留地 有1800哦 1895公顷这么多 那这些未征收的公共设施保留地呢 都拿来做什么呢 学校停车场公园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市场啊等等的这个用地啊 那他们之所以被设定为公共设施保留地 就是因为他们跟人口的这个成长有关系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在想说 你今天你要不要把这些公共设施保留地的这些地主呢 也把他们纳入奖励的这个对象 把他纳入这个奖励的这个对象 因为至少在这些公共设施保留地没有征收之前 也让地主有一条活路可以走嘛 那让他们打切结书 如果只要一旦征收的时候对不对 他们必须要无条件的 就是返回原来的使用分区 这样的一个土地的这个使用啊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提供给你做一个这个参考 好 否则的话你现在很多公共设施保留地啊 杂草重生 而且呢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地境启用这样的一个一个目的啊 所以呢 而且呢另外还有一个啊 你那个都发局里面呢 他有个公共设施保留地临时建筑使用办法里面 那第四条里面的第六款 虽然啊规定地主呢 可以啊就是申请停车场的这个设置 但是他申请的条件啊太过于严苛 所以呢我就建议啊 我们那个交通局我们跟都发局 一起放宽 把这个法令做一些松绑啊 那我也希望呢 你能够加强做这个宣导 然后呢提高这个补助金 因为比方说像这个台南市 呃台南台中市啊 他们最高就可以补助到八十万 那我们是最高补助六十万 那每一个停车格是补助三千块钱嘛 那像台南的部分呢 他就又更具体一点 他分为平面的跟立体的部分 那平面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最高呢是补助六十万 那立体的部分呢最高可以补助到三百万 那所以我我今天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停车格 其实是我们桃园市民啊 心中的这个最痛啊 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刚刚 除了你在报告里面提到这个民间 设置临时路外停车场这个奖励办法以外 我认为公共设施保留地没有征收的这一部分啊 我也希望能够啊 给他们 好接下来我们请林立林林议员 以及邱树文区议员共用十分钟 谢谢 谢谢 谢谢议长 我想请问高局长 我们A7站A8站即将开通嘛 就是捷运这个蓝线嘛 就要开通的话 那A7站A8站的时候 你是一些民众要来的这个接驳车啦 停车格啦 或是停车场啦 或是说这个客连接连外的这个客运啦 你这边有没有都弄好了呢 A8站有三十几条汽车客运路线 A7站也大概有十条左右 我想这个都安排好了 那么我们所有的在桃園市近年 有十一个机场捷运车站 都将这个接驳路线都定好了 我们可以说这个捷运时间可以准时到达 那然后这些客运公司啦 或是我们的一些接驳车 他有没有办法说你可以让它整点到达 准时到达 目前啦机场捷运的发车时间 目前是十二分钟 十二分钟一班车会到站 那当然我们的公车呢 要比照十二一到站就能上车 有点困难 但因为这是要经过协调 我们会努力 让我们乘客等车时间在十分钟以内 对啊 因为人口会非常的多 所以说将来呢 我们会在通车以后 会根据去统计每一个捷运车站 到站跟发车的时间 去统计出来 然后我们来瞧我们的所有的客运约的班次 那捷运中线呢 捷运中线 这个捷运中线的话 可能从这个出来的话 万寿路这边 路桥这边路是很宽啦 六线道 但是进到市区里面 就非常的狭窄 万寿路三段 那个路非常窄 大概只有十六公尺宽左右 但是我们 所以我们就采用轻量体的单轨呢 所以呢 还是符合结构体的边缘到建筑线 那靠近民窄的部分 这噪音 这有没有 会做隔音墙 一定会做 整条线隔音墙 旁边有民宅的我们都会做 比如说万寿路二段 那边也非常的 只要有民宅我们都做 那民众就会说 拆了这个龟山路桥 那又多了 多了一条 一条这么高的一个路桥 感觉上 基本上因为它是属于一种捷运的运量很大 所以会对苏解交通是有好处 当然对城市景观是有一点影响 那所以我们整个建设呢 还是要经过都市设计审议 那没有做也不行 也没有办法做地下化 所以我想 另外呢就是未来在中线在年底 如果能够通过可行信的话 在中规的时候我们会检讨 在像万寿路三段这段 有没有机会用地面电车的方式去配合 看看有没有机会 我们再来调整 三段这边二段那边也有需要 是路载的部分 我们尽量减少结构物 好好好 希望把它练乎考虑 是 那杨局长我想请教你 我们这个龟山大洞山 也这个大宗山路路口这边也快要拓关了 那是不是也 也请你关心这个虎头山的这个风景区之外 也关心我们大洞山这边 如果路一拓关的话 游览车就可以上去了 那是不是帮我们规划一条旅游的路线 对 不只是规划旅游路线 我觉得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 包括指标的修复 包括其他的一些景点的标示 导览地图 这个我们都会配合来做 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只是标示还有标志而已啊 导览地图而已 那实际上真正的这个地方建设 有没有啊 这个我们会来争取 因为目前大概 之前的一些设施做过一批了 那看起来目前要解决一些用地的问题 因为有一些用地没有取的情况之下 很多设施是没办法施做的 那局长我请教你 那个大家都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很塞车啦 要去直门水库啦啦啦山这边很塞车 那我们还没到进入到大溪之前 旁边那个武林桥下 就有一片这个七公顷的这个河滨公园 也都非常的漂亮 我也常常去 但是我看礼拜六礼拜日 也都没有什么人 但是那么好的一个地方 又有管理中心 又有草皮 又有这个生态池 又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但是没有推广啊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 而且那个蓝河院又在那边做了 又像一个绿洲 对 那是不是我看市长是不是有要做一个 吊桥还是缆车要在那边是不是 水务局的工程啦 目前他在河川整治的时候 会有一个相关工程 但不是吊桥也不是缆车啦 那是什么 他有一个提案当中 他有一个自行车道的铺设 另外呢他有一些景观设施 跨越大岸溪的一些设施 目前都还没有定案 如果我看你们那个 你们有越美里有这个休闲 休闲农业区 休闲农业区 对 那你跨了这两个区 跟这边瑞幸里的这边 也一起把它休闲农业区 没有办法一直发射吗 如果给他们发射的话 也可以盖休闲的话 也有这个 餐厅或是什么可以弄啊 跨越两边啊 不是很好吗 这个我们来协助 因为这个是农业局主政 但是我们都会来跟他们协助 希望说 因为这个白景 因为大溪区公所的区长都不作为 我们这个 这个 我们公安旅游局 这边应该好好来规划一下 让我们这个河滨公园 能够让他达到充分的利用 这个一个景点也是非常的好 我们会主动来协助 而且那个 游览车要过去的话 他那里有限高 有限高 那个都应该交通局 你这个限高 那个大英路那边 河滨公园那边限高 他前面拆掉 后面不拆啊 那游览公司 那个 学生要去观摩 或是说人家游客要去 他根本没有办法进去 他应该要限高 他游览车他就进不去 那个限高 我再来转告 转知那个 我们本府的公务局 区长他有 我再给他做了 他不作为 就叫我们的这个洋局长 我想 網路湘民的这个指责 那还有一些反应 是我们这个观光旅游局未来 要来推动我们各项业务的一个动力 我想从台湾灯会的一个热潮 跟这个创很多的历史记录 到现在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落差 让桃园市民真的不知道清何以堪 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希望说能够推动 一区一特色 一区可能多景点观光带这样 像我们各区都有把他们的这些资源 提供给我们的观光旅游局 那如果说以我桃园区的这个都会型来讲 我们大概就发展虎头山公园那个地方 那虎头山公园那边 我们有一些动线 有一些步道 未来还有公园跟宗教园区 那请问一下 我们那边会不会发展民宿 或是相关的一些饭店 饭店大概不太可能 但是民宿是有机会的 因为你只要作为休闲农场 他就可以设置民宿 你的这个整个计划的这个范围 都已经确定了吗 对 范围都确定720公顷 720公顷 那个风景特定区是早就已经定案 细部计划呢 细部计划 应该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些 都市计划的变更 那变更呢 目前我们只有少数变更几块 以公有地为主 将来可以带动民间私地的开发 那私地目前还是用现有的 土地使用管制 那我们会建议是以休闲农场的开发模式 是最容易发展 我们希望是说你未来的一个 除了景点的一个规划之外 动线的一个问题 还有民众的一个友善城市 希望能够让桃园的这个行销 能够带动起来 我想最近的很多记者会 可能市长到您也有到 市长真的极力在推销 希望能够绑回一层 那我想你要继续努力 好 那另外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高局长 之前我们这个中秋晚会的时候 大家一直在谈论铁路地下化的问题 那我们也经常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请问高价采地下化之后 我们整个这个经费要950亿 那950亿的话 市政府跟我们的中央 会是怎么样来做一个分配吗 如果是照我们中央定班的審议作业规则的话 我们要负担将近470亿 大概500多亿中央负担 那之前的那个佑督 但是 不是 这是按照審议作业规则 但是因为我们的铁路高价化跟地下化 地底化 98年合定 審议作业还没有实施 所以我们认为有理由跟中央去专业协商 比照高雄市25%的分担比例的话 我们大概负担247亿左右 这样的一个金额差很大 差了差不多200亿 对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我们尽量争取 因为民众来讲说高价采地下 还在拆帐不晓怎么拆 这个会动得起来吗 多久才能动 不要动一动的时候 一届四年又到了 我希望你能够帮桃园 多争取中央的一些补助 会 让我们的负担少一点 建设多一点 会会会 好以上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请林政贤 林医研 林医研请发言 谢谢 谢谢议长 那局长 我们高局长 那刚才讲到我们铁路 地下化 那我们 我看一下我们的 台铁的铁 桃园段的高价化建设的 计划网站 从103年10月以后 就全部工程停摆 那目前工程维持到49.81% 那停工已经超过700天了 快两年了 请问局长 那我也从来没有听到媒体上 不管林医研也好 或是蔡英文也好 都同意要改为地下 那目前的铁路地下化的进度 到底到底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简单讲一下 铁路地下化的部分 我们在分别送了交通部两次以后 有退回来修改 最后呢铁路地下化的修正的可行性的报告 在这个月的9号已报到交通部 目前交通部将这个可行性修正后的报告 分送中央各部会再审议 审议的意见回来以后 应该近期呢 会由这个 部里面再来开一个会 有保护会通过吗 我们认为我们的可行性报告 都该说的都很清楚 应该有机会 那我们的还品还要不要重来 理论上讲是要 至少要做还差 那再来 厂商停工的球场 我记得二几亿 这我们要不要负责 我想目前还没有谈到 铁路高价化停工所产生的 施工时间延档损失的球场 目前我们还没有了解 铁工局有这个看法 那我记得以前 铁路局有报告说 106人会完工高价化 那我们现在都一直停工 不管火车站也好 桃园中立 都该要盖二十几层楼也都没有 我当然也同意改为地下 但我希望 我们要跟时间赛跑 请不要再拖延了 希望我们交通也要把它当做 自己一回事好不好 我想不要再损害桃园的一个潜意 那局长 中大建设其实都延荡落后 如果没有核定出来的话 要不要有人负责 是不是 你认为呢 我想 铁路历里的话 我们由高价改地下 交通局跟市政府 会全力以赴 看争取看看今年的年底 能不能把可行性通过叫中央的审查 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我希望说 至少我们在 这个 这一任的时候 一定要核定 好不好 一定 拜托 好 那我才看到你们这个 各 各处的科室主管目前 有五个都属于代理 比例要接近一半 你是老级长 高级长 请问这个原因到底是在哪里 那如果有 有 原有人员 一后是 我看你要尽快增足 来鼓励市区 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来帮我一下 目前 应该 只有秘书室主任是代理 其他还好啦 其他都是正职 其他都被正职了 是 是吗 是 我看到 我怕时间不够 所以我就没有介绍主管 因为我案子比较多 因为总共五分钟 那个工作报告 所以我就节省了 那 我没有人事嘛 你是不是 可是我看錯了還是 是怎麼一回事 你要不要講一下 八個一說 一說問的是有五個主管 他是包括採取處處長 有五位屬於代理的 各科是主管 因為 目前我們有一位 公共運輸科的林甘鑽 他是檢認訓不在 所以由補長代理 並不是代理科長 我們再查清楚 你請坐 我們的交通事故案件 非常的多 還第幾名 全國第幾名 交通事件裁決嗎 對對對 交通事故的鑑定 第二名 僅至於新北市 我想應該 應該增加相關交通事故鑑定的能力 我看你這個能力 要加速事故鑑定處理的適度 民眾有抱怨 希望你幫忙 你的U-bike我們也非常肯定 實質上也不錯 八公里免費公車目前的規劃怎麼樣 是不是也簡單報告一下 是八公里免費 因為它是我們提高 我們汽車客運量的一個手段 我們的目的是提高運量 所以考量到我們這個 推動八公里免費 前置作業我們目前都已經完成了 包括這個電子票證的移運規則 電子票證程式的開發跟驗證 等等 這個工作都好了 但是呢 因為考量到這個 我們將來會限定用市民卡 才能夠搭乘公車免費的優惠 所以我們目前在推 就是是不是用其他的方式 用行序漸進的方式來推八公里 讓這個成效出來以後 我們再來全面推廣 你還沒跟我講哪時候要實施啊 到底哪時候實施 這個月 這個年底以前 你以前說年底要實施 現在已經快了 剩下幾個月 兩三個月 有可能嗎 我們現在啊 是準備推動的 還是你命令才要實施 你總是要給的時間 這個 這個所謂的公車約會補助 我們是建議呢 第一趟呢 是 要付費 但是做完第一趟以後 第二趟就不用錢 然後我們 比較遠的 這個 民眾呢 上限是60塊錢 我看這是市長的重要執政指標 我希望你要盡力 這個部分我們會跟市長再來做專案報告 那我們大協附近的違規機車 停放其實非常嚴重 這有民眾反應喔 是不是櫃級能配合學校 嚴格來指定 這個 跟警察局一樣嚴重來指定 我們 大協的違規停車機車的問題 你說大型的機車嗎 大協大協 就是重機是吧 不是 機車 機車 機車是吧 是 希望你能配合警察局 加速嚴格來指定 好 好不好 那我們拖掉 拖掉業務 現在只有兩個地方拖掉 對不對 那民間反應 好像只有桃園跟中壢有在拖 其他地方沒在拖 因為主要是我們的保管廠 會不會影響 保管廠的成本 人事成本比較高 所以說 每個區設一個保管廠的話 恐怕這個業者成本太高 他不來投標 那你這個也是要解決啊 還是只有拖 我們希望說 在議會能夠讓我們把這個 移製費跟保管費能夠調高 比照五都 好 希望你幫忙 好 請坐 我們的楊局長 大家一直在講 我還是要強調 我們的陸客 坐檢 桃園是重災期 第四名 那我們桃園兩獎零錢 本來是大陸客最喜歡來的 那局長對於桃園的觀光產業 你有沒有統計 到底衰退了多少 上次問過了 對 我們其實有統計 以跟去年統計來比較的話 我們這邊所統計的是減少三成 減少 對 三成嘛 對 百分之三十嘛 對 那有沒有什麼輔導 剛才講的 你有沒有什麼輔導措施 施政報告我沒看到你做任何的檢討 對 對於這個大陸客的衝擊 你也好像也沒有回應 是不是 你簡單講一下 好 我來提一下 主要就是因為 我們認為這一次 是一個很重要的危機 但是也是一個轉機 我們希望能夠擴大我們的來客源 也就是我們跟全世界都做好朋友 除了陸客 我們持續還是會來行銷 我們希望包括像東南亞 像日韓 危機是轉機 對不起 那大家都講 我們上次被評為最難玩的地方 那其實我上次有質詢你說 其實桃園很好玩 只是外地人不知道 那我想那就是行銷上有問題 那所以希望你是不是能夠 因為因應這個措施 是不是提個一個專案報告 現在大家都在不管遊覽車 不管旅行業者都去抗議 是不是提個專案報告 我們桃園要如何行銷 如何振興觀光 你是不是提個專案報告一下 可以 沒問題 給我們議會好不好 好 沒問題 那也希望說 我們把觀光做好 讓我們帶頭來讓觀光 是不是能做得更完善 那你剛剛說危機轉機 你是不是簡單講一下 你大概要什麼做 是不是簡單講一下 剛剛有特別提到的 我們其實要未來觀光的發展 一樣持續有三個動作 還是要做 那個已經有的開發景點亮點 持續推動建設 那麼第二個 我是覺得全民來推動觀光 所以我希望能夠 推一個所謂的微旅行的概念 我們事實上 現在已經在做很多微旅行 可是這些微旅行 還不夠精緻 再來沒有人知道 行銷力道也不夠 所以這個我們都會持續來做 上次的這個 這個花燈事情 大家都肯定有能力 我們希望你這方面多用心 會 你請坐 那高機長我再問一下 我們桃園中正藝文特區 有多多豪宅 當初 都適用你獎勵 增設停車空間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盤點 有多少棟大樓 會依規定 開放公共停車空間 這個我們再來拜託公務局來做 因為有人來說 有人違規 這個是公務局的權者 我們來拜託公務局 請你拜託好不好 那我想很多都是要合法 公平 了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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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請黃婉如 黃議員 黃議員請發言 謝謝 楊局長我想您也真的是運氣很好 才就任沒有多久 這個全民網友就送給您一個大禮物 讓我們桃園能夠在這個全國能夠發光發熱 但是這個光與熱啊 並不是很光榮的光跟熱 那我想說實在 我也因為市長在很多場合都是說 那只是我們沒有做好行銷 我們的環境沒有做到很友善 真的我去走了一趟 第一個我們的生活不外乎十一住行對不對 其實你在火車站下車 你在公車下車你在高鐵下車 你有看到我們的金牌好店的那個金牌好店 那個名單名車在那裡嗎 沒有對不對 十大辦手裡有嗎 沒有對不對 下了火車站 車站的這個火車站的這個計程車 有75塊掉表的 有90塊掉表的 我都搞不清楚 為什麼有75有90的 後來我才知道 新北來的是75 桃園的是90 對不對 這就讓人家心裡一直很疙瘩的 這怎麼回事啊對不對 好去停車 有有的是三十分鐘之內免費 有的是一進去 開始就算了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 又是一個增值點在的 好那計程車看起來 有的營業登機車到一百零四年 五月就已經結束了 就已經過期了 但是為什麼沒有去換呢 而且很多都是這樣 我去了解了一下 原來是我們警察局啊 這個來不及印 但是來不及印也拖了一年了 我也不知道這是為什麼 所以你看這些種種喔 會讓人家 第一個你要坐計程車 你看你營業登機這過期了 你就覺得很恐怖嘛對不對 然後又然後一下的火車站 街友在那邊頻頻跟人家招手 你不理他 他還會伸出他的小手捏一捏你 對不對 這第一個大門進來 就讓人家覺得說 桃園真的是相當的不友善 然後好 您我看您在工作報告上面 寫的洋洋灑灑的一堆 就是我們桃園好心 講到桃園好心我就生氣 我看到那個牌子被丟到後站那裡 我叫火車站的站務員給他撿起來 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我不能帶回家 結果他告訴我說 這是你們市政府的東西 他不管我 不是他不管那塊牌子 結果那塊牌子 他也蠻天才的 用腳這樣背背 真的 我覺得你說這樣的話 桃園是 你不要再講我們的風景區是怎麼樣 我們的風景區也有很多的亮點可以去 就是一個大門 就弄到這個樣 一個大門 就讓人家覺得相當的不友善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在網路上 大家會對桃園會有好感嗎 局長 要怎麼樣行銷桃園 就要從火車 就要從我們的車站開始 對不對 哪一些的飯店有名的 而且口碑好的 也可以在那邊拿到資料啊 是不是 是 局長 是 我想真的 您真的是 您真的是在這裡 一上路就給桃園發光發熱 我也希望 你能夠多用點心在這 好 這小地方上面 是 另外還有我們高局長 這個剛才講的幾項 也都是你們的業務 你們的工作報告 上面寫的 洋洋灑灑 漂漂亮亮的 但是 印得很漂亮 但是這裡面 說實在啦 真的是 是本來你們就應該要有的 就應該要有具備的這些條件 我現在 我現在隨便翻 我現在隨便翻一個 就以說你們公共運輸 要推動本市提升公車服務品質計畫 這個還能夠在工作報告上嗎 這個你們根本就是應該要 最基本的原則 根本就是要做的嘛 對不對 我們也升格三年了 是不是 也升格 連準直轄是也三年了 不是 那個 也總共 也 105年到現在也那麼多年了 然後你坐這位置也坐了五年了 是不是 你這個也能夠當做工作報告 什麼 什麼公車的計 要統合什麼 車輛計價的方式 還有路線重疊 測量老舊 車體廣告淋亂等 這個早就不是 不應該出現在這個工作報告上面了 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了 然後還有你們這什麼 偵測型LED發光標誌 跟大型LED指示標誌牌 我希望這個不用這個 先暫時 先暫且停一下 你晚上 我記得你好像是住在我們市府的宿舍嘛 你走出來看一看 看我們那個成功路跟三明路的那個燈啊 跟那個燈牌啊 以前做的漂漂亮亮 以前蘇市長做的漂漂亮亮 現在全部不亮了 然後也跟你們反應 反應了兩年了 沒辦法就是沒辦法 我不知道為什麼沒辦法 那個東西跟這個東西一樣嗎 如果是如果是入民牌的話 我跟你講你先把那個修好了 先把那個修好了 好不好再做這個 了解了解 可以嗎 可以可以 那到底有沒有辦法修呢 那個 我們的聯絡下 看看那個如果是入民牌 可能是台灣區公所 我們來協調區公所 如果是標誌牌面那是我的 那我們馬上改 我跟你講啦 已經兩年了啦 沒辦法修就沒辦法修啦 我不知道你們這樣子 我不知道你們再繼續做下去 是不是喔 繼續的再做下去 是不是讓這個的這個錯誤 越來越擴大 另外還有 說是在U-bike現在廣設站點 但是你們對於民眾的使用 你們沒有去教育 我跟你講也沒有自行車的 專責的這個號字過去 然後快車道上也是這樣 咻咻咻咻咻咻 你沒有做好這種教育 對不對 我跟你講如果出了問題 誰要負責啊 另外啊局長 更重要的一件問題啊 我們的桃林鐵路的輕軌 呃 當初啊我記得那是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大家民進黨 一致都要做輕軌 然後市長的政見上面 也是要做輕軌 現在輕軌呢 現在輕軌呢 我問你還有沒有這個計畫 你只要說有還是沒有 還有沒有這個計畫 有長期計畫 長期計畫有 長期計畫有 你的長期是怎麼樣 二十年十年 我們我們目前是目標年大概是以規劃 規劃在民國一百二十年 民國多少 一百二 一百二 是 一百二你幾歲啊 因為 現在幾幾年啊 現在一百零五 那還有 十五年 一百二還有十五年 主要是我們要配合 我告訴你 這個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 的一個的答詢 我告訴你 在十五年啊 我們預祝啊 我們鄭文燦市長 下一屆也高票當選 也只有再做兩年 六年啊 對不對 你把他的這個證件放到十五年以後 來去實行 這是不是不負責任的一個做法呢 主要是配合捷運綠線的施作 他那個桃林鐵路跟捷運綠線路上很近 好啦我跟你講你不要配合啦 這個輕軌就是輕軌啦 我跟你講如果說這個是 騙民眾的一種想法 不是不是 對不對 然後你要到一百二十年 你的桃林鐵路才能變成輕軌 那我跟你講你不用講 你乾脆就講說這個證件跳不跳好 只要是沿線的韻樣有成長 時間停下來我還要問 這是什麼藝術 我看不啦 對啊 那個空置是再補一分鐘給黃爾仁房業 另外還有那個楊局長 是 我請問你喔 我們真的你說好 來到了桃園火車站 那我們總是在桃園區有個地方可以走走吧 你到了虎頭山只有一條單行道上去 要下來根本沒辦法下來 對不對 這也是讓人家覺得相當的 相當的難過的 相當的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是 請問你喔 我們是不是可以開一條道路到長壽街 有 有 目前的我們的都市計畫當中 我跟你講啦 那天啊 城鄉發展局的時候我問啦 我有提出來問啦 結果根本沒有啊 根本沒有啊 你講的那三大項 什麼改成寺廟專區啊 還有改成那個停車場 還有開十五米的那個道路 城鄉發展局說根本沒有啊 不是 我想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說還沒有進到那個程序 我跟你講喔 我不希望你跟我們高局長一樣喔 十五年以後的政見喔 一百二十年以後 才能十五年的政見喔 不會 這個絕對不會 不會嗎 是 絕對不會 那我希望 既然你有這麼誠 你這麼誠懇 而且你也講得這麼明白 我希望你能夠把這個送去的公文書 讓我看一下 可以嗎 好 相關的進度 我們都會讓一座知道 我們也希望喔 在盡快 最快的這個時間之內喔 讓桃園變成 不是很最難玩的一個城市 好 像我剛才所提的那幾點 對 那真的是民眾的感受 是 他的感受是覺得是這樣子 對 對不對 那很好改嘛 你環境改一改 然後你 你環境改一改 然後在一些的那個 那個 十一住行方面 注意一下 我相信大家會覺得 桃園是最友善的一個城市 是 我們會加強貼心的服務 還有跟各局處的橫向聯繫 這我們都會持續來加強 嘴巴獎比較快啦 超快以後能夠 好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許醫術區議員發言 以及 劉正義村議員 下一位 楊超偉楊議員 謝謝 好 謝謝 請 管理局 我們就針對這個 觀光旅遊啦 這個 現在台灣啦 其實走向一個 旅遊經濟嘛 大家都曉得 那根據啊 最近的一些媒體的報導 我們今年 呃 到現在為止喔 那個旅遊啊 跟去年同期的比例上 差多少 是指 增加嗎 路客還是指 路客 路客的部分是減少 那整體來講喔 稀微的減少 那 如果是國內旅遊的話呢 那是整體性的問題 國內旅遊的話 也是普遍性的降低 不過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因為你們 現在把這個去年啦 一到 一到五月喔 因為那時候是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所以你把整個 到七月份 或者到九月份這樣比下來 好像 同期沒什麼算益會 如果把它扣掉的話 其實喔 我們國內旅遊已經摔到 喔 那到谷底了啦 只是喔 現在執政黨喔 一直喔 都不願意去面對這樣的問題 不過那沒關係啦 我想這個 大家拭目以待啊 那對於啊 這個管理局喔 我要建議的是說 我們經常喔 從你上任 一直到現在 讓我的觀察啦 就是 活動 活動 辦活動 大型的活動 那有點燒錢的那種活動 辦得非常多 坦白講 某些還真的辦得不錯 但是要知道 這些東西是 它是屬於啊 一個這個 瞬間啊 就會 就要彈花一現的這種東西 對於啊 所有的這一些喔 店家 對於我們整個經濟的 旅遊經濟的一個提升 其實它的幫助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要提醒局長就是說 我們盡量希望 能夠增加一些亮點的一些規劃跟建設 好我請教你啊 這個 大漢溪的這個亮點計畫 有關於加安西路 加安西路這個計畫 你到底 你找到這個規劃單位了沒有 為什麼到現在 都是欸 毫無進展啊 我們目前十分水庫快量的計畫 總共有十一項工作 目前前面三項已經發包了 下一項呢 就是下半年十一月份 我們的就是我們的這個十一份的這邊的工作的發包 對嘛 你現在到已經年底了 你這個你這個預算都還沒有執行 這個是從中央補助三億 那大漢溪來擠裡面來講 其實加安西路這個算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亮點 到現在當地的這一些我們的鄉親 對於這個東西都覺得說一頭霧水 死亂中氣啊 到現在完全都都沒有去去做一些規劃 做一些仿視 所以我這個部分喔 你說十一月是吧 是 就要進去開始著手一些推動是嗎 是 好不好 好這個我在期待這個問題喔 是 龍潭觀光大池 我們知道現在那個調查已經封閉了兩年多了 對 到現在為止 那我們現在來說 整個大池要做規劃 要先把這個吊橋 因為他已經是不堪使用嘛 對不對 必須要拆除 要拆除你就趕快把它拆除嘛 是不是 對 那你什麼時候要把它拆除 我們的細部設計 因為要是設計施工一起的 細部設計是在十月底會完工 你這個微橋 既然他是微橋 你拆除跟你後續的設計有什麼關聯 我們其實因為還要考慮到一點 今年的燈會 因為一樣在龍潭大池辦 那麼活動單位是希望我們能夠保留他的行 能夠保留下來 目前還在協調 拆很快 拆一下就拆掉了 可是是考慮到跟燈會這邊來搭配 明年的燈會是不是 是 希望保留那一個作為一個背景 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子 對沒錯 那這樣你要讓民眾大家知道 包括民意代表 或者地方的首長 也要知道啊 或者大家問我們既然是微橋 既然不堪使用 為什麼還不把它拆掉 那拆掉之後 你傾向蓋回去還是不蓋呢 要蓋回去 但是是在編後年的預算 後年的預算 不對不起 應該是說明年的預算 明年的預算 在106年預算當中 所以喔 這個局長好 我希望你能夠盡量的 在這方面喔 真的要加緊腳步啦 這兩個 有關於龍潭的部分 是 到現在為止 大家都不傻傻 所以不要說經事辦活動 應該要去做一些地方的景點規劃 好不好請坐 謝謝 來局長 交通局長齁 這個我想你也知道 有關於這個 我們龍潭啊 到這個永林站 這個我已經努力很多年 這個國道客運的公車啦 現在那個路線是從平鎮發車是不是 三指町 三指町發車會不會到了龍潭之後 沒有位置可以坐的情形 基本上我們會根據龍潭上下車的 客運的運量 我們來做單次的調整 應該會會注意到 所以啊 因為龍潭到永林站 勢必會有很多的乘客啊 所以還有就是 我這件事情啊 已經推動了這麼久了 我也經常在盯你們這個事情的進度 但是我都不知道你到底進 你告訴我說 明年的明年初才會通車嘛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看到網路上已經有那個通車的那個站牌的那個 到底是哪裡跑出去的啊流出去的啊 為什麼我不知道就網路上竟然有說 欸這條線啊明年啊什麼二月份 然後通車然後有那個車辦的站站牌這些怎麼回事啊 通常因為這個客運審運我會通過以後 我們有給他半年的時間去做那個營運的準備 讓客運的準備 好如果啊 所以這段時間 他要去安排站位的勘察 設置站牌路線的那個班距等等 還有調度場 這個他要去做安排 所以需要半年時間 對嘛 如果這個進度 我希望你們主管的科士要給我一個 進度的一個狀況的那個回報好不好 好的 那北約高加入到第二加入到這個議題 我想我們從說明會開過這麼多次了啦 希望喔真正的按照進度來執行啊 好不好 另外就是路外停車場有關於啊 那個那個公有的 這個都市計畫公設是保留地位徵收的 可以做路外停車場的這一個辦法 再給我一份好不好謝謝 是好謝謝 好謝謝 交通局長 那個我想請問一下齁 因為我們大概在兩年前有申請那個 國道一號中立服務站 北側的增設連外道路 你記得這個案子嗎 記得 對然後那個 因為高公局他有推薦嘛 推薦然後我們也更正了 然後現在到底這個進度到哪裡 局長拜託你說明一下 因為已經我記得已經快兩年了 你知道已經OK了嗎 我的印象裡齁 是因為當初也跟我親自跟高公局的總公司報告 他也答應全力幫忙 所以我最近是平常講我也沒有去問他了 應該是OK的啦 可是到目前我們都沒有收到這個訊息 因為我覺得這個案子是方便內定裡跟親埔裡的居民 其實他們 其實繞到街上等於說繞到我們內地交流道來 我們整個交通的勇賽真的是讓人家很不堪 那如果說從那裡能夠消耗一些這個車輛的話 可以減少我們內地交流道這個車輛的勇賽 我是希望局長你要多關心 不要說這個事情就放他這樣子 到底現在是怎麼樣 我們也沒看到一個結果 是不是這樣子 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中風北路的交流道 我上次看到你的書面報告好像說 還沒有一定是不是 中風北路的交流道 對 真設一個交流道嘛是不是 武陽的交流道 確定要設 確定要設 可是為什麼書面報告說 什麼預算的問題啊 原來是完整的募屬業行 四個向線都有達環道 那個要70億 那確定要設 我還有一點要建議的就是 因為我們的那個三明路跟 我們的南岩二路 南岩二路現在到新生路就截止了 對嗎 所以呢 每次南岩二路的車輛要進到街上的話 一定要轉到新生路環北路 所以每天那個地方的塞車的狀況 讓我們是真的是覺得太過於不堪 每次要拜託就是 紅綠燈 是不是能夠設什麼 左轉右轉的那個紅綠燈的號字 又沒有辦法設 因為呢 一設下去 我們所有的車子都要塞在那邊 所以這樣的困擾 讓我們覺得 南岩二路是不是可以 把它打通到中風北路 現在我聽說有在規劃中 那麼現在的進度如何 我們是有想要打通 但是因為現在中風北路 它沒有雜環道正在做 我們會再跟高綠協調 它的雜環道範圍確定以後 因為它方案還在評估 還在評估中 高綠軍還在評估 它要縮減交流道範圍的那個量體 使得工程費能夠降低 用力費能夠降低 所以它那個還在規劃 方案確定以後 我們正確定的方案 再來看南岩二路可不可以打通過來 如果我們的南岩二路能打通到中風北路的話 會改善很多我們室內的交通的擁擠 所以我希望說局長我們積極一點努力一點好不好 那我想請問觀光局局長 局長我常常看到中立真的是 可以講說是三鐵共構可能會最快執行 因為我們現在的捷運即將要通車 但是呢我沒有看到我們中立到底有什麼值得 我們推銷的一個旅遊的一個觀光區 中立有 我看好像只有每次這個離開 好像只是落客而已 真的很可惜 好謝謝接下來我們請楊朝偉楊延 楊延延請發言謝謝 謝謝主席 交通局長 我想每次看到你 想到我們大溪交通的問題 那我想每一次啊 不管是上禮拜的專案報告也好 我特別都提到我們大溪的建設啊 每次都說大溪啊桃園不好玩啊 可是我們大溪每次都塞車啊 那每次塞車遇到的問題啊都沒辦法來解決 那當然我想在你的專案報告當中啊 有特別提到 包括我們大溪的轉運站 包括那個台66 銜接到北二高的交流道的部分啊 都陸陸續在推動當中啊 包括本席所關心的 我們從中立發車 經過北一高到66 到我們南興站的9001號公車 我們希望能夠加強快速的啊 能夠能夠上下班啊 或者見鋒時期 立假日能夠增加班次 這也是我們關心的齁 再來就是我們大溪老街發車到永齡站的齁 那我想從103年一直推動這樣子的政策 希望說我們大溪自己能夠發車 到我們台北土城永齡站齁 那過程當然我想 除了我們局裡面支持之外 當然過去在中央的部分 那時候是孫大縣孫委員 也在選舉前 他也開了好幾次公聽會齁 路線怎麼都安排好了 規劃成我們台北到大溪老街 到我們台北土城永齡站的路線都規劃好了 結果呢 因為廠商沒有來得標嘛 流標嘛 流標不得已的狀況之下 我們桃園市政府在拿回來 當作我們市區公車 是不是這樣子 對對 是這樣子沒有錯嗎 本來是中央標出去的時候 沒有人投標 後來我們拿回來 我們自己標 現在有標出去 現在是歸我們自己 桃園市政府在在 這個自家市以後啊 一個市部分 只屬於這個公路客運 不是我們自己可以拿 好的 那我想這部分 釐清得非常清楚齁 那因為這過程 我們一步一步的慢慢 再推這樣子的案子齁 明年二月大概大概就會就可以上路了 是 那這部分我們也樂觀其成 那我想對於地方建設發展 尤其是交通的部分 是我們所期待的 再來就是講到停車的問題 那你看我們旁邊這兩個圖表 第一個是我們大溪老街 大溪老街 我那天特別跟科長去會看 因為我們除了越莓停車場 跟我們橋樓停車場之外啊 很多遊客啊 根本就完全不知道 我們大溪老街 到底有幾個停車位 全部啊都往老街裡面開 結果啊 停車格滿了以後 他們全部都在那邊排隊 那變成停車場的停車格怎麼辦 走一步補一步 走一步補一步 造成民怨齁 那你再看我手邊這個圖齁 這是在我們外圍 在我們大溪的中華路 文化路 民權東路 那個路邊停車格 沒有人要停啊 為什麼沒有人要停 因為他距離老街啊 大概還有一段的距離 如果你帶大人小孩的話 散步過去的話 最起碼要半個小時以上 半個小時以上 所以說我在這邊建議啊 是不是第一個 針對於我們老街的部分啊 是不是可以比照我們市區嘛 不要只有城鄉差距嘛 最起碼設一個告示牌 我們停車格還剩幾個 如果還剩一個兩個 大家就不要再往市區老街走了嘛 停到外面去嘛 那停到外面去怎麼辦 我們是不是可以利用 免費接駁巴士的部分 在禮拜六禮拜天的部分 在這個所謂的中華路跟文化路的部分啊 老街外的部分 外圍道的部分 外圍道的部分 來做這樣子的工作 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你說明一下 可以 可以 什麼時候可以做 我們那個導引標誌牌面已經做好了 那個用這個剩餘車位的CMS的部分 我們進去之內 會去廠商進去找適當的位置來裝設 那這個接駁車的部分呢 我想我們只要先跟我們的大區區公所 給我了解一下 這個假日的時候 他的這個尖峰的時間大概是 好的 我們先了解一下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因為大溪老街的部分啊 目前的停車格的部分啊 已經嚴重的不足 將來還有什麼工程 還有老人會館 還有我們大溪國小的多功能中心 還有我們體育局要做的所謂的天幕燃修場 工程全部都要在做 停車格是完全是不夠用的 只好向外面來發展 所以我這邊拜託一下業務單位 是不是來討論一下 第一個 針對於我們告示牌的部分啊 趕快的來做做制定 你車位還剩五個還剩十個 就不要再往老街開了嘛 往外面開嘛 不要讓我們老街塞車嘛 這第一個 第二個外圍的部分 停車格嚴重不 沒有人要停的部分啊 是不是讓客人引導到停到外面來 我們用接駁巴士的部分 循環了嘛 讓客人有意願嘛 要不然的話 你看看這兩個是完全 非常大的對比啊 好不好 拜託一下 我們業務單位啊 不要說啊 我們講你才做 我們想你才做 我希望真的能夠面對 我剛才提到說 我們未來大溪有那麼多的重大建設 停車格是完全不夠用的耶 好不好 這部分希望我們交通局業務單位 極客來推動一下好不好 請坐 那個 局長 我在第一次會期特別提到 希望能夠針對於我們復興區 就是 就是 一些學校 就是能夠活化一下 能夠推露營區 露營區 那現在露營這個 這個活動很夯喔 對 全台上將近 遇到我 書面資料沒有策劃 將近有兩百萬 包括我們很多的科士主管 都蠻喜歡露營的 那我們上次會看過一些學校 希望有一些安全性的問題 對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圖 你看 這個露營區啊 的安全啊 我不知道誰要來把關 是哪個單位來負責的 你看 在懸崖邊 懸崖邊 底下是它的排水管 我不知道那水要排到哪裡去 因為那邊是屬於 山上的所謂的石門水庫 集水區 水池水浪保護區 那這個是比較平坦一點的 安全性可能會比較夠一點 所以我在這邊要特別強調的是 面對露營的這個行業 這個觀光的產業的部分 不光是復興區 甚至於平地到 甚至於我們沿海到處都有 現在開露營區的非常多 都在農地上面 我們現在到底是哪個業務單位在管 副市長 你知道這個東西 露營區幾乎都在非都區 是農業局在管 好 上面的第三屋是教育局在管 那觀光產業又是觀光局在管 那麼多的跨局處的單位 到現在我告訴你好不好 是無法可管 你告訴我哪條法令可以管 管露營區你告訴我 他們的消費糾紛 他們安全 誰來法官 你知道嗎 目前市長已經指示 由我們管理局這邊來主責 我們現在正在擬定 露營區設施設置管理辦法 目前已經在起草當中 現在一個露營區 最起碼都要提早半年去預約 你知道嗎 熱門的是 熱門的非常熱門的 那你有時候造成消費者的糾紛的時候 他要去跟誰去投訴 我說要在這邊再一次拜託一下 譬如說復興區的部分 他屬於山坡保利地的部分 屬於原住民行政局在管理的 好 那個我們其他的都市區的部分 是農業局在管理的 然後地上屋的部分 又是你們觀光局 又是什麼教育局 那麼多的跨局處的部分 那現在市長已經折成你們觀光局 來做 來做觀光流局來做 所以我跟你講嘛 你們現在是跨局處 那麼多的單位 結果現在是沒有法可以管 現在是無法可管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萬一造成消費糾紛 甚至於我跟你講嘛 像這樣子的 哪天土石流 哪天的一個颱風來的時候 整個垮下來的時候 是誰要負這個責任 所以說我們如何保障消費者 保障這些民眾 保障這些業主的一些權益的部分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好好的相關的法規 趕快的制定出來 多久可以制定出來呢 目前我們已經草案出來了 那我想我們會盡快在這個 我們在年底之前 我希望我們會要求能夠提送出來 好不好 我想這部分非常重要 攸關著我們民眾的權益 我想現在很多 包括我很多南部的朋友 來這邊 來北部玩 都不住飯店 都自己寧可帶這些露營帳篷去 找一些比較好的景點 他們一般都喜歡到戶外去 戶外去就是好山好水嘛 那你附近鄉又不讓我們蓋民宿 蓋民宿又要取締我們 那要保障我們這些原住民的一些 地主的權益 我覺得啦 我們不是要你們說 一定要用嚴苛的法則 來對待這些所謂的業主的部分 我們希望如何用制定相關的法規 能夠保障這些地主 保障這些消費者 我們能夠達到雙贏 這才是重要的啊 好不好 我想這部分非常重要 不要到時候真的發生意外的時候 民眾投訴無門啊 我想現在就面臨非常多的啊 我剛才特別提到 你半年前就要預約了 萬一突然半年後來個颱風 好 我明天要露營啊 我明天要露營啊 已經訂好了啊 結果我颱風來啦 我要取消 取消有糾紛啊 到時候人家不要贏 那我要跟誰去投訴呢 好不好 我想針對於我們露營區的安全的部分啊 誰把關拜託一下 我們桃園市政府 真的要比 比一般的其他都會 其他的其他 其他縣市啊 要早一點拿出辦法出來 好 不要讓人家一直覺得說 露營區的安全啊 一直無法可管 等到出事情的時候 才來追究責任 我覺得這是不應該的啦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我們休息五分鐘 至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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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时间不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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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请坐 感谢观看 咱们 感谢观看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剛好其實有兩件事 一個是道路 這本書裡面有嗎 因為那個是指今年做的事情 對不對 那是指今年做的事情 所以你關心一點 跟台北 跟新北市共同來配合一下子 你既然今年那麼漂亮 桃園縣要有新的景點 幾個都差不多了 旗也都起過了 如果有都起過了 對不對 好 什麼新景點可以看的 大陸山以外 所以說我那一家鄉上所說 你把我印一個大陸山的那個手冊給你看 沒錢 你也沒錢 桃園也沒錢 澳山十萬沒有錢 你們是不是很可憐 從外錢還不行 要怎麼推廣 市長你編一個大陸山的原畫基本經費 對不對 怎麼去規劃 都沒有啊 麵條有沒有 明年目前沒有編到規劃的費用 你想辦法去捨出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林議員 那個局長 是 剛剛我延續到那個官員民宿的部分的話 從 從我上任到現在已經將近20年的時間 民宿的 復興區的合法的話 有幾間 已經合法的是28間 就是在復興區嗎 還是整個桃園市 整個桃園市 那但是主要 22間 主要都還是集中 大部分的民宿 合法民宿集中在復興區 那違法的有幾間 違法的全市目前是26間違法 那你有沒有要求說他們能夠輔導他們做合法 有 所以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我們已經 我想說能夠儘快的 這個20幾戶 讓它合合法好不好 對 關於那個 現在那個民宿之外呢 現在最夯的一個行業就是那個 錄影區 是 對不對 剛才我們也提到過 對 這錄影區的 它是 它可以申請合法嗎 還是說 就地就合法了 還是說 可以根本不用申請 就可以營業 它有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就是土地使用的合法 另外一個就是產業的管理 我剛剛說你 產業管理歸我們 在山區 絕對安全都是原住民保留地 絕對不是所謂的一般的那個 農務用地 或者是一些的那個 立管院用地 我想說 既然是那個原住民保留地的話 我希望是說能夠 能夠重視這個水土保持法好不好 是 萬一有天災的時候 剛剛我來的時候 真的是有那個 下雨了 我想說 你們要關心一下 這些 這些已經在 在山區 已經在設立的 在興建的 在營業的那個 那個 錄影區 你要說趕快做一個宣導啊 颱風來了 颱風來了的話呢 你要重視他們的那個 建設 是不是會被風吹倒 做這樣一個房台的一個工作 我想說這個責任 政府有這個責任 要輔導他們 要宣導他們 要不然到時候呢 這個天災是很難意料的 是不是 我想說這個 這個錄影區的部分 我想說那個 觀光局 那個能夠好好的重視這個區塊 好 好不好 讓他如果可以合法的話 你就照合法的方式來做一個 你第一個自治條例 來設置好不好 好 依座提醒非常對 我們會來做 不要從這個法律的邊緣嘛 到時候政府也管不著 那個 民建也管不著 到時候呢 這個損失誰 誰要負責 對不對 好 我想說這個部分請多多多的用心 沒問題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陳瑩陳議員 以及李柏旺的議員 公用10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議長 我先就交給交通局長 各位長 捷運地線延伸到大溪 你目前這邊是在講說 是107年喔 會進行可行性評估 這個期程是不是正確 目前齁 我們分短中長期 來做 從G01站到大溪的部分 G01站在巴德 我們從巴德延伸到大溪 有短中長期 短期的部分 我們是用快捷公車 中期部分 我們來規劃這個 公車專用道 長期部分呢 再來配合我們 這個大溪的轉運站 並同捷運 捷運的方式很多種 可能是 地面輕軌 可能是單軌 等等 到時候再來規劃 要根據運量的成長 還有人口的成長 好 局長 那我必須要再提醒您 因為畢竟 北北陶的捷運 是一個種串連 那麼整個呢 因為我們的道路 沒有辦法增加 所以 使用所謂的大眾因素系統 已經是勢在必然 既然捷運地線 已經到達到這個巴德 所以呢延伸到補領 而且我們的一個捷運站的 所謂轉運站的部分 也已經取得 所以捷運轉運共構呢 事實上是未來 解決真正大溪 官方發展必須要的一個工程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在你規劃的時候 能夠把相對的條件 能夠把真正說明進去 會這個會 因為 從巴德到大溪 如果用軌道的話 一定要非常慎重考量 它的運量的成長 和人口的成長 那當然運量夠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來做這個軌道 那另外就是說 捷運大溪到永明的部分 是不是確定在明年的農曆新年前完成 我們按照審議罪規則的規定 它是核准以後呢 是半年內要籌備完成 所以客運院 是台中的客運院 他目前也正在籌備當中 我們認為應該在明年2月可以順利來 因為我想應應的整個過年 所以如果能夠完成的話 勢必對整個交通書籍 有一定的程度的幫助 所以請局長多做一些 好我會不會跟客運樂再來協商 那另外有關我們最近在推動U-Bike 但U-Bike目前在大溪橋部分 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 大溪橋基本上都是行人在 在那邊在橋上漫步 那麼一旦就是說 這個U-Bike上去了之後呢 車跟人爭道 這個無形中影響到人的安全 那這個我們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做具體的配方 那我有看到這個有一些 在新北有一些橋梁的部分 他們會要求人一定 騎自行車的遊客 他一定要下來用推車的 經過路橋 所以將來我們大溪橋的部分 也這麼多的遊客 如果你是用行進的騎乘 那是不是會影響到行人的安全 所以你這個應該要規劃 所謂的腳踏車的專用道 讓這個腳踏車客 他們能夠用推的過橋 我想大溪橋 不大溪地區我們原則上 會設置二到三個租林站 那麼如果有通過 需要通過大溪橋的時候呢 我會在大溪橋上 根據它的實際的需要 來劃設自行車的專用道 用標線的方式來做處理 好 那麼過去我們有經過大溪 評估所謂的這個 合併道路的部分呢 這個計畫到目前為止 未來整個大溪橋整治化 這計畫是不是能夠 當作是一個配套計畫 因為這個大溪的左岸 或者右岸來設置快速道路 銜接到新北市的鷹哥的部分 這個路廊 我們在多年前 我們府裡已經有個規劃報告 目前還在等我們水利署的 水歸所的這個大溪橋整治的 那個堤防法線要定出來 我們才能配合 好 局長我想這個 重溫運用所謂的和平攤地 事實上是一個 土地利用最好的一個效益 而且真正去解決我們大溪的交通問題 所以我希望這一點 您夠多做努力 好 請坐 那個楊先生 目前磁湖的問題呢 事實上是蠻嚴重的 就遊客的驅檢 這驅檢 但是我想 在遊客銳檢的一個情況之下 是讓我們對磁湖的一個 重新的一個 推動它的一個 所謂的整修計劃 或者是一個 新的一個計劃案 建設計劃 勢必是對磁湖是有所幫助 局長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任何的想法 是 那個 因為這次入客的銳檢 讓我們發現說 磁湖確實它的魅力也降低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積極在做 有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擴大它的範圍 我們希望從頭寮到磁湖 延伸到百極隧道 我們希望能夠招商引資 多吸引一些新的設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是希望能夠強化它的深度 過去在磁湖的現有的展示內容 是老實說也已經舊了 我們希望利用這次機會 能夠強化它裡面的展示 甚至我們希望能夠引進一些 所謂的演藝表演 所以第三點 我們希望能夠結合在地的社區 在地的團體 相關的演藝團體 能夠進駐到磁湖裡面來 讓它能夠更為活化 這個大概是我們目前發展的方向 那有關於我們大溪 西州的1號陳建池 2號陳建池 那未來有設一個所謂的遊客中心 那那個地方 將來也是勢必會聚集非常多的遊客 而且是在動線上 那有關於這多功能的遊客中心 這遊客中心 將來是不是可以做多功能的使用 跟規劃 是因為那是吸引遊客的第一站 將來去石門水庫玩的 所有旅遊客幾乎都會集中在那裡 以那裡為起點 然後去践行去跑步 所以那個地方 將來絕對是一個展示 石門水庫大溪相關的一些重要設施 都會在那個地方 作為展示的一個功能 會 好 謝謝局長 謝謝 好 謝謝林議員 就叫一下我們交通局長 本席好像兩年多以前 就一個很小的要求 就是在我們現在市府 捷運綠線 藍線 機場捷運一大堆 多關懷一下我們原鄉的一些交通的一些配備 比如說我們從大溪到拉拉山到上巴林 不知道有幾座後車停 你知道嗎 後車停喔 對 詳細的數字我要統計一下 要統計 其實不用統計 很好統計就一座 而且你要知道在山上 天氣變化很快 然後通常搭車的都是老弱婦孺 要不然就幼童 有時候因為工作的關係 就從部落把那個 那個老人家送到路邊等 我們公車的時候 也老人也不會上網看 現在車子幾點到 就在那邊風吹雨淋或者是日曬 不知道幾點到 就在那樹旁邊 或者就在路邊空空的等待 這一個小事情 我們卑微的要求啊 局長 在我們台七線 你去看一下到底有幾座後車停 只有一座是在霞雲坪 而且是人最少的地方 站牌也不清楚 後車停 外面呢不只是後車停 我們設施很多 當然支持市政發展 交通便利 能夠也普遍的那個 回饋到用路人 這都我們支持 可是不要忽略了山上嘛 好不好 小小的東西 有用心就做得到 好 最起碼讓大家看 路邊有一個安全的 大家可以在那邊 可以遮雨的 擋風的 那個可以 不要被太陽曬的一個後車停啊 在明年的時候 編一下預算 做一下好不好 很卑微的要求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 謝謝 請坐下 在 我們知道喔 最近網路上面 其實我們要謙卑的去接受啦 畢竟有人那樣反應 一定有我們做不到的地方喔 當然我知道局長你很辛苦 在為我們的觀光發展 不只是在我們的一些風景特定區 很多地方你也盡心盡力喔 再來人家說桃園 桃園市非常難玩 真的很難玩耶 我在前三個月的時候 我在家裡剛好在下巴林 我就聽到有那個 年輕人喔 因為高空彈跳的一些員工 在我們那邊等遊客 我說你們怎麼還坐在這邊 他說因為我們要等遊客 要從機場包計程車到下巴林 所以你還記得的話 我曾經質詢過說 我們要如何將國外的觀光客 很便利的有車子可以直接到我們最遠的一個拉拉山 我剛說過我們要南下也好 能夠有韓國的日本的遊客來也好 唯一我們不用傷腦筋太多 就是有幾千年的巨木在那邊 號稱東南亞快木群最多你也很清楚 可是我們的交通真的是很難玩 一次想你自己下了飛機場 你要到你在那個可能我們到香港那個去做行銷的時候 還是到哪裡 你有講拉拉山啊 因為那邊才有特點啊 一般城市化大家哪個都市只要有錢就砸得起來 可是拉拉山這麼幾千年的東南亞 我們卻讓它很難玩得到 好不好再去思考一下 怎麼樣我從機場一下飛機的時候 我可以直達 甚至停幾個點我都沒關係 以後我停羅府 我可以把我的行李記在行李箱 我搭下一班的觀光旅遊巴士也好 還是什麼巴士 我那一天我可以直接到我住的地方 下巴林也好 請民宿業者來請也都可以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再來 我們從來沒有舉辦過我們的一個美食的培訓 民宿業者的培訓 然後你可以集結我們職訊局 原民局做職訊或者是服務禮儀 環境改造 這個我們過去都沒有做過 我相信從細微的地方做起來 一定不會難玩也不會難吃 復興鄉這麼多一個可以種植那麼多好的蔬果的地方 假如我們能夠再做一些職訊的課程 然後把我們的一些美食介紹出來 一定會有大的改變 我們繼續努力 辛苦你了 謝謝 好接下來我們請彭君豪彭議員 林志強林議員邱家亮邱議員 狀議會狀議員公用16分鐘 請發言謝謝 謝謝議長 先請教我們楊局長 其實今天很多議員都在討論說 我們幾個那種外籍遊客來台的人數 當然我想路客下降是一個現況 但我覺得這是比較一個政治性的問題 你們可能也不是你們可以去那個負責的 那但是另外一個現況是 我們其他國家的旅客不斷在提升 所以我想就是說我們在現狀的話 應該是看如何繼續提升我們的交通 改善這個時速環境 提升整個環境的質感 那如何讓這些旅客再次的注意我們台灣 比如說我像看 前天我去日本 我就看到他們的江之島那個電鐵 就有跟高雄的高捷做合作 比如說你可以持高捷的一些購票證明 那你在那個江之島電鐵 就可以換一些旅行的一個passport 都是免費的 而你持江之島電鐵呢 來到高捷的話 就可以得到一些優惠 我想這一方面呢 是刺激來台的一些誘因 另一方面呢 也是讓日本的一些遊客 再看見台灣 認識台灣 我想這也是我們未來可以考慮的一種 一種跨部門 一種跨國的合作 我想未來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另外 也很多議員提到說 現在露營非常的夯 所以確實喔 第一個很高興我們有一個 露營的草案要出來了 我想 因為確實過去也發生過 外縣市的一個觀光區的學校 被一些露營客入侵啊 甚至一些國家風景區的停車格被佔用等等的 我想藉由法規的一個設定喔 可以有效的一些做好一個控管 起碼找一個全責單位 那另外呢 我也要說 確實露營是一個非常產值非常大的一個活動喔 我們看到說 大概剛剛議員有提到說 我們目前的常態性的一個露營人口 已經達兩百萬了 過去三年前才六十萬 所以這幾年喔 它成長速度非常非常快 我想 我也問了一些朋友 不管是國內朋友 甚至是國外的朋友 為什麼喜歡來台灣露營喔 他們說很多 那當然最主要幾個原因喔 第一個喔 我們的 我們的有些特色 比如說我們上山下海幾乎一天可以搞定的 我可能今天早上在附近上測營 我下午就到我們海邊去了 那另外我們氣候也比較舒適 我們都沒有像東南亞國家那麼的熱喔 所以說人口數成長非常的多 所以我說 現在喔 大概全台大概一千個露營的景點喔 我想先請我們的那個 管理局好好盤點一下我們桃園區 有幾個適合的景點 做這個露營的營區 而且我要再說喔 這種周邊的效益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們可以看喔 大概這種露營營區的租金的效益喔 一個月大概就一億多喔 按照我們這樣常態性兩百萬人口數來算的話 那另外其他的話 還有很多周邊的一些效應啦 包括露營的設備 那要配合露營的一些機能性的服裝 因為必須要防寒防曬 這些的機能性服裝嘛 還有像我們一些露營的時候 每天消費的食材 所以都加起來這種效益非常大的 而且又可以把這些旅客 有效的留在露營區 留在這種觀光景點 而且事實上 你設置一個露營營區 成本是比民宿比飯店 是低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我希望說 好好去思考一下 怎樣把露營喔 這種文化這種活動 好好去做提升 改善露營設備 露營營區的一個設備 我相信露營這種文化 再配合比如說像一些音樂技 或各方面的話 我相信喔 這種以後的效益是非常非常大 觀光產值非常非常大的 那請問我們那個 楊局長以後再思考一下 整個音樂規劃 好謝謝我們局長 那請教我們的高局長 我看你們的工作報告 在第十一的時候 說你們用科學的方法 要去分析我們這個 一個旅運的行為喔 那你也說 這個是大概六都首創 第一個這樣做的嗎 但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喔 因為現在大概 全台的車輛的e-tag 裝設數大概有640萬 裝設率達到94% 比方說幾乎很少很少 也沒有裝設e-tag 那比方說也有很多的數據 跟這樣的資料喔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 這些建置或數據資料 是由遠通公司來做提供嗎 不是 他只開放我們第一層的資料 讓我們來檢取 所以我們收取資料以後 這個資料都是我們交通局 自己來收集的 然後再來做分析 對 是這樣的 因為按照 我看那個合約喔 因為我大概看那個合約 雖然這種 我相信利益良善 是非常好的事情這樣子 但是 還是我覺得也是 有關於人權的問題 我想 就稍微想了一下 包括像我們在簽約的時候啊 因為他整個數據顯示說 大概這種數據的資料 都是在撐測 我們在高速公路上的資料 但是現在 我們交通局在使用的 一定是我們平地上的一些 旅運的行為嘛 那這樣跟我們當初在 跟遠通公司簽約的時候 這樣的契約是相符合的嗎 基本上我們檢取的資料 不會涉及各資 所以沒有這個 泄密的問題 那我們收取的資料 也純粹是做旅行時間 跟那個車輛的數量 比次去做比較 對 因為我知道你們強調的是 去識別化嘛 是 收集外碼 所以沒有各自的問題 沒有各自 但是事實上你們還是可以 追蹤那種車輛的一個 不管是它的起點跟終點 或者是它的一個行駛的路徑嘛 對不對 這是你們工作報告上自己選的 這我們要去 那如果搭配上其他資料 比如說監視的畫面 或者直接從遠通公司的資料庫 再做調閱的話 那我們一舉一動 不是很像電影那種全民公敵一樣 都暴露在那個 那種天眼下的感覺嗎 總是覺得有點可怕啦 對啊 我想後路 後面後續的話 或許有很多深入問題 可以做探討 那另外 最後U-bike的進度 我知道你們最近 如火如荼的去探討 很多U-bike景點的設置 但我希望說 你們看完之後 到底進度怎麼樣 要不要設 要希望可以跟我們講 比如說前陣子後站有個景點 我本來說要設了 但是到現在兩三個月 都沒看到結果 而且現在已經停滿了一些摩托車 腳踏車之類的 所以我想說未來 增設的結果 到底評斷的結果如何 先跟我們講一下 如果有設不下去 或是不設了 一定會跟議員報 基本上要答應的一定會做 好 謝謝局長 謝謝 那個 交易局長 我想目前我們的停車場 不管是路邊還是立體 都是採取這個 按時的計費 那也就是說 到了一定的上額 就不再計費了 一個小時二十塊 那一天 這個上限應該就是到兩百塊 但是看了你們的工作報告 我們的這個違規停車的拖調的業務裡面 卻不分一個小時還是一整天 只要進行拖調 只要進到拖調廠 一個小時通通算一整天的錢 我想這個制度 是不是必須要檢討 基本上我們 24小時內 這個我們是不收保管費的 但是一字費還是要的 你們現在是24小時之內 是不收保管費 那我想這個部分 就是說 使用者付費是一個嘗試 我們也希望說 在違規停車的部分 應該受到處罰 但是違規業務裡面 除了收取這個違規停車費 一字拖調費 是這個禮當 當然要給付的 但是按日計算的保管費 跟停多久 付多久這樣的一個概念 顯然是不一致的 所以這個部分你們還是要檢討 我們就是第一天 我們原則不收費 讓民眾趕快把車舉回去 我是希望它是一個 是一個這個 一個對價的一個關係 不要變成一個不對價的關係 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 捷運是城市的一個大動脈 桃園即將迎接第一條捷運的通車 那麼在捷運通車的同時 相應的這個配套措施也要處理好 其中停車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我看到你們工作報告裡面 總共這條這個捷運線 總共規劃了4521個停車隔 等於是全市一萬九千個停車隔的 將近四分之一 我看這個部分你們是 都已經準備好了 當然 我們市內十一個捷運站 由市政府主動提供的 就是超過4500個小客車停車隔 另外在站內 就是捷運站 本身當初高鐵機在做的時候 也有一些捷運站 大概三百多個 我想停車的部分 捷運周邊的停車場的部分 它是一個車輛分流的部分 避免商圈或者捷運周邊的環境交通阻塞 比如說它也是一個搭乘捷運到另外一個目的地 從事相關行為的措施 那不希望就是說 我們利用捷運 因為我們要鼓勵大家搭乘捷運 這個是我們未來的一個宣傳的方向 不是說 周邊的停車場 造成我們整個交通的這個檔 所以我們原則上 如果搭乘捷運 開車去搭乘捷運 或是下了捷運 這樣的話 我們停車部分 我們會做一部分的折扣 OK 好 謝謝 那請坐 那再來請教一下我們那個 關羽局長 我想 關羽局這幾年 努力行銷這個桃園 我想讓桃園被看見 讓台灣被看見 這是 這個應該要給你們努力 給你們肯定的 但是光客來到桃園 如何移動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其中一個交通方式 當然是搭乘遊覽車 那許多遊覽車司機 我想 大概都是我們原住民比較多 那今年由於這個對岸的政策 這個對岸的這個政府 不友善導致中國觀光客 大量的流失 我想在同一時間 我們的這個遊覽車 也面臨了這個 無客可在的這樣的一個窘境 那可是 在你們的這個工作報告裡面 國際的觀光客是有真無減的 那我想請教局長 在這樣的一個 呃 來來去去加加減減 我想 我們現在目前桃園市的觀光客 是有沒有成長 或者是瑞姐 呃 他有稍微的成長 不過主要還是在於自由行的部分 那剛剛一座所提到的 應該是屬於團客的部分 所以團客的部分 我們會持續來努力跟加油 所以這個部分 那希望你們來繼續努力 我想說這個遊覽車的部分 所以我們不是沒有客員的問題 對不對 那而是沒有這個 妥善處理或者是分配的問題 我想這個問題 那你們未來一定要有一個 很好的這個規劃跟措施好不好 好 讓這些旅遊業者 或者是這個遊覽車業者 不要因為這個觀光客的這個瑞姐 然後 讓他們這個沒有客員可以在 好不好 這個部分你們來努力 好 謝謝 謝謝 市長我再請教您 我們那個綠色走廊 那個景觀藝術路燈 是你們在管理的嗎 對不對 是 我們試做的 重看不重用 很多的名豔 常常不會亮 拜託一下好不好 現已經做好了 不錯 質感還不錯 那是我爭取來的 可是現場不會亮 好不好你們要積極點 我們去巡視一下 應該是請公 好 這我們來處理 我們現在 第幾藝術節都在那裡 對 所以常常燈不會亮 很多民眾就打電話給我這個問題 所以好 第幾已經結束了 可是你還是要注意 好 我們立即處理 好 立即處理 還有我們那個 香辛皮也是你們管理的 對不對 你們做的 是做不是我們 皮膏公園啊 露面是 露面嘛 你們做的 我跟你講那很多已經壞掉了 那還沒驗收嘛 對不對 不是我們做的 那是獨發局的 皮膏是屬於獨發局的 但是沒關係 我們可以來協助了解 這都沒問題 他那個草長比這樣還高啊 好 好不好 我們來協助了解 民眾在反應這個問題 他的公園以前是獨發局嗎 獨發局 對 沒關係我們來協助了解 那個也做亂七八糟 後面還沒有驗收吧 兩庭到現在還沒有做 兩庭 好 我們來協助 好 謝謝 局長 感謝你啦 我們那個免費公車 從新屋頭舟 到新屋街上 到大坡 到柯間的 已經OK了嘛對不對 什麼時候開始走 已經開始營運了 開始營運了嗎 今天嗎 今天嗎 因為是說目前規約就在辦的擴充 因為 擴充完成以後就可以開始營運了 明晚到什麼時候啊 上一次我去看站牌 他說26號要開始營運 對 有嗎 今天有嗎 今天 對啊你有沒有關心啊 這個沒關係 這個我們再了解一下 如果沒有開通 我的了解是已經開通了 可是我沒有看到任何公車時刻表啊 我沒有看到你的東西啊 那時候地景音速節說公車不夠嘛 拖到26號OK 可是我沒有看到公車時刻表 因為我現在已經在宣傳了 好 很多民眾要做時刻表的問題 好 我再提供這個資料給你 好不好 這些我都還沒有 目前到為止我都沒有看到 好 所以那時刻到底是 時間是一天兩班 早上兩班下午兩班 到底什麼時間上會比較配合民眾的需求 我想都還沒有討論這個問題嘛 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時刻表 趕快來 我跟民眾報告這些情況 好的好的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高機長 我請教你喔 我們平鎮市那個金陵路有沒有規劃那個機車道 機車道 對 基本上沒有 因為它那個路寬有限 你怎麼知道沒有 機車道呢 對啊 所謂機車道是指的機車專用道 對吧 對啊 沒有嗎 我的印象你是沒有呢 那誰負責的業務 這是我們交公車 沒有 那中鋒路有沒有 你負責業務你都不知道 誰講金陵路沒有 為我們要大條喔 你不知道 承辦業務單位也不知道 你就吃便當好 哪邊做協 你要行自由 這個機車道 金陵路的機車道哪裡不 我記得是 那你們業務單位怎麼都不知道 我記得是 它是雙向四千道 最外線是混合車道 我記得是這樣子 我記得是這樣子 你不知道還可以講 你是業務主管機關 你都不知道嗎 你都沒有了解嗎 金陵路難道沒有那個規劃機車道嗎 你都不知道你還問你旁邊的人啊 那我中鋒路沒有啦 我跟你講 那你改天你自己去看一下 你再跟我報告 是 你們業務單位紀念 我不知道那個怎麼 交通難怪不好 不是不是 問題這麼多 他因為 剛來報到沒多久 他才來報到是嗎 他本來是在交通部 交通部調過來了 所以他不清楚 那是我沒有弄好 好吧 那個 我跟你講啦 你現在看金陵路有沒有 好 還有你看我們的中鋒路 有沒有必要 好不好 好 你要實際的了解 我本來想要問那個觀光行銷局 好啦 那我改的總資訊再問好了啦 好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范剛前范議員時間七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高局長 我們這個捷運綠線 是我們桃園區 桃園北部最重要的一條捷運線 那不過因為當初有些這個車站 因為環評的時候通過想要趕快 有一點擔心啦 因為我們知道 你假如說直接從G8 跑到G10的話 他是2.1公里 這個占據實在是太長 很不理想 那協商的狀況到底怎麼樣 你們很快的講一下 像這樣喔 因為當初在送環評的時候 這我知道 你直接講狀況 我就不講了 那現在我們會在這個09站的地下的潛頓隧道的時候 我們會預留將來的聯通的出口 那麼這個G09站大概26戶啊 這個我們會繼續協商 會繼續協商 協商如果同意 他們一般徵收他是沒得商量啦 如果是聯開能夠同意 那案子就成了 我們會重新送到環保署做環境差異分析 再回來 聽起來重而言之就是還在協商 當然 我希望速度真的要快一點 因為我上次我在都發局的時候 我有點擔心 這個到底要不要去做環境差異分析報告 假如你到時候通過的話 很可能要做環差的分析 環差分析的話 這個時間 因為我們預計PCM是明年年底完成 那你最保險的做法是 應該在PCM完成之前把這個 不是 PCM我們希望在最近一個月內 就能夠決標 然後PCM進場以後 能擬桶包標 對 發包設計完成 是一年年底 擬桶包標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一邊試做 一邊會針對機零走在用力的取得 我們繼續協商 還有時間 時間大概剩一年多一點 所以我希望趕快快一點 因為這個環差分析報告 我看不能夠太樂觀 我們所需預留比較充分的時間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捷運綠線的 基石站的問題 因為這個我們桃園區明德里的一些里民 他有一個疑問 其實蠻明顯 從基石站 也就是大興西路站 跑到 G11站 南平路口這個站 他的間距是0.7公里 0.7公里 是比較短的 那麼從原定的G11 跑到G12車站 也就是同安街口 他的間距大概是1.4公里 那這很奇怪 一個是0.7 一個是1.4 那事實上 假如說把它拉中線 這是明德里 廖里長 他提出這樣的一個意見 假如拉成中線的話 他大概的位置 大概就是在同德12街口 那那個地方有公有地 就是中正公園等附近 那我現在我覺得說 既然他們有提出這個 算是有相當的 這個合理性的一個方案 那我想了解一下 當初我們在抉擇的時候 為什麼捨棄了一個佔據 比較平均的點 沒有去考量這個同德12街街口 那我想一定有他厲害的全程關係 能夠很簡單的說明嗎 簡單講就是 我們的捷運站 因為這條路窄的地方 我們希望出口 通風景的用地 盡量是公有地 盡量 然後他的面積要夠用 原則上 在這種條件下 再考量到運量 你這個設設站這個點 運量夠不夠 要有人去上下車 可是同德12街那邊有中正公園啊 你現在所謂沒有公有地的狀況 是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原則上 選點就是考慮到這些 當然 我知道啦 我知道選點要考慮很多 因為間距這樣不平均 我相信一定有他的理由 那這樣好不好 因為當地里民既然有這樣的聲音 我希望就這個部分去做一個清楚的說明 我相信是有他的理由 可是能或者不能 我們都應該清楚的跟當地的住民交代 你0.7公里跟1.4公里 這個所有人一看都知道 這個有點怪怪的啦 同時在捷運線 油在哪裡 在捷運線 那沒關係 這個你再跟我補充說明 好不好 那再過來 就是說也是我們的重大建設 我也認為是非常正面的建設 也就是沿平路要通道和平路的這個計畫 那我們第一期是290公尺寬20公尺 那麼我們所採取的方法 是107年底要發布實施G09整體發展的西部計畫 108年底完成區段徵收工程設計 不過當然我們都很清楚 第二期第三期是怎麼樣徵收呢 這一段是區段徵收 可是後面那兩期大概1.7公里 他是採用所謂的一般徵收 那這兩種徵收當然有相當的區別失意 那我現在想要了解說 因為區段徵收 它通常會射擊比較大的面積 那我剛剛算過了這290公尺 他的面積大概是0.6公頃 我請問一下 假如我們採區段徵收的話 他大概要徵收的面積是多少 大概 幾倍 沒關係算不算沒有關係 我只提醒你一點 我相信你們區段徵收會有他的理由 可是區段徵收因為他租聯的範圍比較廣 所以在我們整個台灣的這個土地的發展史上 徵收史上 事實上比較容易產生爭議 那我先跟你確認一點 因為說真的 那個地方區段徵收我有點覺得怪怪 因為他跟G06站有點相當差距 G06站跟這個所謂的延坪路 跟延坪路口那邊大概是差1.2公里 那中間夾了很多的農業區 他不是只有那個地方是農業區 那為什麼我們的西部計畫 我們的整個開發計畫沿到那裡 是整個區都已經做區段徵收嗎 是不是 是還是不是 因為區段徵收的範圍 是那個G06站的周邊是由都發局那邊去注意 有徵收到1.1公里都還是區段徵收嗎 重點是不管是不是區徵 我們現在有個策略就是在都市區化變更的時候 在都市區化的這個速度裡面加註 將來民眾保留參與區段的權利 然後這段時間我們用注定方式 所以你現在是預設用區段徵收的方法 可是你要去採摺民意嘛 瞭解民意 因為有的人喜歡徵收 我相信很有可能他們是想要區段徵收啦 因為區段徵收你才能夠做整體開發嘛 可是這個東西一定要去了解民意 因為畢竟我們在現代比較法治的觀念來講 認為用所謂區段徵收去取得所謂的都市發展 或者經濟發展 這個東西是有爭議性的 因為它涉及人民最重要的財產權 對 所以這個部分請把你們的想法再清楚的說明 那在事後的這個狀況 再好好的來跟我說明好不好 好 我想這個事後跟民意的溝通很重要 所以現在當地的民意還不清楚就對了 對 好 另外我再簡單講 鐵路地下化的問題 我們現在估計的行程其實還蠻樂觀的啦 你現在那個可行性研究才在送 你希望年底就能夠偷出來 然後兩年之內要完成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中規報告 這個時間很緊 希望趕快催促 好不好 因為這個 我們希望中央能夠加速審查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劉仁趙留言 來繼續提議員 公用10分鐘 請發言 謝謝 好 謝謝議長 那個首先我先請交通局局長 嘿 局長 局長 好 局長不好意思我先請教一下齁 我們現在U-Bike的 U-Bike現在是 老講現在這個政策對我們那個 所有老百姓都覺得非常的 戰役有加啦 這個政策 那我相信我們現在點也越放越多 那設置的點越來越多 那可不可以簡單講一下 U-Bike目前的效率 效果然後設置的情形 大概是怎麼樣 目前在中立平鎮區 我們大概已經收了至少23個站以上 未來在年底前還會增設20個站左右 對 那站跟站之間的那個 起政環境 我們都是在改善環境以後再配合 再建置完整 再來開放營運通車 基本上是這樣子 好 所以 所以原則上我們到年底來講 中立平鎮還會再增加20個 還會 因為我們這個契約裡面還有後續過終 那麼即便不在我們的名單裡面 那只要民政有需要我們還是可以再加設 都還可以再來檢討 對 因為很多我相信各個地方都在爭取這個 想要設置這個 只要有運量我們都會說 然後有公有地 那另外就是要檢討的部分就是說 就是路線就是我們那個 騎乘U-Bike那個環境的部分 這個部分這個是我們未來第二步 要來進來努力來改善的部分 因為我之前你們在推行這個政策 有一些想法 我們根據上一次議會的大家的決議 我們現在是先針對歧政環境先做改善 然後並同兩個站的建設設計同時完成 一次開放 對 用這種方式 好 因為使用的人 我相信我們的使用率 我記得我們那個中立火車站 那個站點的使用率是最高的 露了講的 這個目前衝力好幾個站 是一天的周轉率超過15次 也就是一部自行車平均一個人借超過10次以上 對 最多到15次 所以這個使用率這麼高 就是說我們騎乘環境這個部分要來努力 看是不是要來改善的部分 以免到時候也發生交通問題的部分 第二個 我再請教一下就是說 金陵路 就是金陵路跟66那個路口 其實這個交通瓶頸大家一直都在考 這個問題一直存在 那我想問一下局長有什麼想法 因為其實它的路幅很小嘛對不對 對 那要如何來改善這個問題 因為金陵路這部分 它那個插路口 那個平面車道部分 確實是跟轉向交通量很大 所以我們除了用交通工程手段去做處理之外呢 也只有看看金陵路將來透寬的時候 能夠增加車道 看看能不能夠解決 所以目前的聽起來 唯一的解決方法應該就是透寬喔 通常在既有的交通工程手段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能夠透寬 它這個都計外應該是透寬會比較好 那麼目前我們在了解是 公務局已經為了配合大學的那個 附近的交通已經在做透寬的計畫 在做這方面的演繹 我的了解是這樣 因為這個對我們平鎮啊 中立地區這個已經 這個問題延宕很久 希望到時候交通局要給那個 我們的公務局一些意見 這個開始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不好 局長 局長 再一個就是說那個 目前我們市政府推出一個就是說 停車啦 停車場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有那個鼓勵民眾 就閒置土地來做那個 停車場的計畫 對 只要提出申請 我們惠珍他的用地的這個情形 先做那個用地 妥適性先做審查 審查萬一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對那個車輛 停車車輛進出 對交通沒有什麼太大衝擊 我們會同意他 我們就會補助 對我們市政府有這樣的補助 那目前來講 截至目前為止 已經通過了多少 呃 今年到現在為止 大概我們補助了大概有60萬 將近60萬左右 那大概有幾個停車場 188 記得是 18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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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個停車位 188停車位 好那這個部分 我希望就是說 其實這是非常 非常好的政策啦 那我希望說我們局長來多宣導 因為 這樣子才能解決我們 我們應該不只是平徵 應該是所有我們桃園 一些都市區的這個停車位的問題 讓我們民眾知道說 有這樣的政策 讓大家可以來 願意來配合 我們市政府來補助 好 局長請坐 那個 楊局長 是 楊局長我請教一下 關於我請教兩個問題 第一個 其實今天 蠻多議員都有提到 就是關於我們那個 因為現在蠻興盛那個露營的 露營的現在主管機關 算是在哪邊 是 產業的主管機關是我們管理局 所以主管機關算是我們管理局 但是他目前好像比較沒有一些 相關的法條來約束他們 是不是 對 所以我們目前正在朝你一個 露營地的設施設置管理辦法 OK 這個部分我希望說就是要馬上進行 因為這個 這個 現在露營算是我們 直下 蠻興盛的一個活動 那不要說到時候有發生爭議問題的時候 我們主管機關沒有權責來 來制止他們 來裁罰他們 這個部分我希望說 我們這個 要來努力 趕快來把這個相關的配套措施來做好 因為現在的露營 說真的 每個月的商機 將近 俊豪剛才有講 每個月可能有達到 三四億 那麼多 這個部分我希望那個局長 趕快來這方向來努力 是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想請教一下 就教一下 前一陣子那個 網民有說 我們陶雲最難玩 這個問題 我們局長 要怎麼來處理這個問題 是 我想 這個我們一定會引以為戒 那主要大家會反應的難玩有兩個 一個就是 不方便玩 對 不夠貼心 第二個是 有趣的景點還不夠多 我想這兩個都是我們會持續來努力 所以在明年我會強調行銷 同時我在整個 橫向的聯繫上 我們都會持續來努力 好 因為老闆 老實講 網民他甚至給意見 那這個部分我們要做為借鏡 我們希望好好來改善 會 明年我希望說我們不要再有這樣的批評 是 謝謝局長 謝謝 謝謝 請教我們楊局長 你們的團隊對觀光禮物事業的用心 大家可以看得見 初衛遺港是我們北部 北北北台灣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光遺港 對 現在我們機場捷運也即將通車了 對 即將通車了以後 我們另外會設接駁車 來整個帶動我們的這個 這個初衛遺港的觀光 對 像這次呢 在辦理我們這個滑水道的這個音樂派對呢 給所有的很多的民眾 感覺非常的好 而且是夏天親子活動 對 但是呢這次活動是因為配合我們採紅橋的一個開幕啟動 啟動儀式 那市長是說這是一次性的 那希望呢很多的民眾就希望說 明年度往後能更多的一個活動 就是有這個親子活動跟水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是在遺港嘛 那在說帶動我們整個 所以親子活動之外呢 又帶動我們觀光遺港 所謂的商機的帶動 希望呢你們在這個方面呢 能在整個 嚴加的在如何來規劃 來推動 現在做好一個計畫 是 好沒問題 好 那現在請到我們高局長 非常的辛苦你 你也我對你也非常有信心 就是你在整個工作報告當中 你也提到的 我們帶人交流道 可以銜接到現在目前第一線路段 就是台15線 你這個寫的 本集將協調高公局 及這個我們土地所有前程 檢討用地起的方式 在106年底來整個來動工 108年底來完工 目標 能不能有辦法來做達成 因為高公局提出來的騎乘 我們不能同意 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最近呢 會由市府來主持一個會議 邀請高公局的高層 來跟我們商量 提供我們建議的一些用力取得的方式 讓那個趨徵的部分那一段 能夠早一點 快一點 所以現在對這一點 我當然是非常肯定 你像106站也是用土地徵收的方式 那個租認的方式 可能用租認的方式 對租認方式 所以說有辦法打中方向 希望民眾同意 希望到時候民眾能夠支持 但是我們本身要做積極一點 另外後段 後段那段是用一般徵收 一般徵收的 那是不是也可以高公局 來趕快做協調 那其他趕快 徵收金車趕快報 後面那一段先來做 中間那個是油廠撥用的部分 我也請機場趕快辦 這段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交通整個擁塞非常的嚴重 到中盛東路 大延市區擁塞非常重要 還有另外U-Bike 這個 現在我們高鐵裡面有設置 那在大延有沒有做規劃 原則上我們只要 就是要有運輛 然後站間之間距離適當 然後騎車環境OK 我們都會設 因為我是這個建議 所以現在高鐵裡面有設置 接著機場捷運 要追通車 可以銜接到A16站 A15站 原則上 機場捷運站 我們都會去設公共自行車 會 另外機場捷運 連體通車了以後 你A15站 A15站 到大延市區的接駁 那這個接駁 有沒有規劃更多的一個接駁 目前這個路線我們都規劃好了 也跟客運業都講好了 只要 確定機場 我們會在通車之前 一個月我們會做公告 那路線的部分 我們試運運以後 接駁過以後 如果運量不足 我們半年之內還會檢討 再增加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 說我們每年公車 這個後車停 經會我們變三千萬 但是在大延市區 大延市區沒有一個真正的一個 一處後車停 你看到我們大延市區的百姓 這是在太陽 後車停的設置至少寬度 要有人行道 或者路間寬度 至少要三公尺 最少都有兩公尺 好 接下來我們請 詹江春詹議員 蘇翠林 蘇議員 魯明哲魯議員 楊朝偉 楊維超 楊維緣共用三十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那個 楊維長 我想 這次新政府上台以後 我們感觸也蠻多的 那我想既然大家已經選擇了 新的政府 那當然我想 新政府的政策 我們當然要推動 一起配合 現在 我感受比較深的是 因為我們 觀光旅遊景點 我們的慈福 兩蔣林寢 路客 幾乎 幾乎 當了五六成以上 我想這還比較保守 大概要七八成以上 那我 我時常去那邊 我想處長也非常清楚 那他的新南向政策 政府好的政策 當然我想 政府只要推動出來 我們當然要配合政府 往前衝啊 好的政策 帶我們走向康莊大道 不好的政策 帶我們去望戰深淵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桃園市政府 對於我們新政府 武蔡英文啊 所提 所提 向我們全民所宣告的 新南向政策 我們準備好了沒有 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我們就是全力在充斥 這個新南向政策 包括我自己親自到泰國去辦理 招商說明會 這個都是我們目前在進行的 那麼同時在行銷這一塊呢 我們在文宣品也 好 你的文宣品的部分 那是其次當然啊 這些 不管是韓國人 日本人 印度人 緬甸人什麼馬來西亞人來這邊 你印各國的文宣 那是應該的啊 我請問一下 你的導覽人員 對 有沒有準備好 我請問你有沒有 有沒有開始培訓 導覽人員喔 我們已經有編列 明年有編列預算 明年才編列預算 因為我們今年的預算 你現在幾月份啊 這遊客已經逐年的 逐月逐月的逐月在減少 你現在還說明年才要編列預算 第二個 我再請問一下 你的相關的硬體的設施的部分 不光是導覽人員喔 對 現在一條龍的部分喔 包括遊覽車 包括餐廳 包括飯店 這些服務人員 他們會不會講韓國話 會不會講馬來西亞話 會不會講印尼話 會不會講緬甸話 我想這都是非常大的一個考驗喔 對 我剛剛特別提到 新南向政策 政府要推政策 我們一定會支持嘛 對 但是這種政策 到底適不適合 到底可不可行 我想我們真的要好好評估啊 不要等一下要突然要轉向 像像像新東向 又等一下又西向 什麼我們真的搞不清楚啊 所以說這部分拜託一下 真正的要拿定好主義啊 做好我們真正的觀光的產業 要不然的話 我們現在慈福真的很慘耶 那個遊客啊 路客啊 少了五六成 他們那些做做所謂的伴手禮的啊 那個生意啊 都降到七八成以上 我想對於我們民眾來講喔 我想損失非常的大啊 好不好 謝謝 我們知乎也會 持續投入建設 局長我想網路票選桃園是 最難玩的縣市 我們真的不能接受 我想這個 你也應該要負最大的責任 我想在我們這樣縣長時代 那時候小屋來 天空不道 剛完成的時候 網路票選第一名 夢幻景點 我們十大小城 那時候大溪啊 台灣全十大景點小城啊 大溪也是網路評選第一名 怎麼會你上任局長 一年九個月時間 我們桃園市就變成網路票選 最難玩的第一名 我覺得第一個 你真的要負很大的責任 是 我們桃園市 我們桃園市政府 記者會最多第一名 活動辦最多第一名 但是整體深入的行銷 對於桃園市各個景點的行銷 到底市政府有沒有用心去做 網路的行銷也好 剛才楊議員所提的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政策是這一年才有的嗎 只有這一年台灣才針對 亞洲各國去做觀光的行銷嗎 沒有耶 過去一二十年 各國的觀光行銷 我們中央都沒有在做嗎 有在做耶 觀光絕對是全面性的 不能侷限於東南亞 歐美各國甚至是大陸地區 都是必要的 我不懂為什麼蔡英文政府 一上任之後 一個政策 就影響到整個大陸地區的 人民不願意來到我們台灣消費 不願意來台灣旅遊 這個是你們應該在思索的 局長問你 我們石門水庫是不是好景點 是 應不應該宣傳 當然 所以打勾應該嘛對不對 沒問題 而且我們有三年的計畫 對不起 龍潭小倫國應不應該宣傳 唯一的遊樂園 唯一的要打勾 復興拉拉山 應該是全台知名的景點嘛對不對 是的 應不應該做行銷 應該 我們也引進高空彈跳 除衛銀港 永安銀港 石湖 大溪 腳板山楊梅巴德 平常生產公園 還有台灣是各個的景點 是 你的網路行銷帶也做夠了 沒有做嘛 網路行銷不夠 才會被票選為最後一名嘛 所以你真的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是 局長 是 這個我想喔 或許南向政策也還不錯啦 但是我們要如何吸引這些 這個東南亞這些國家 不同國家 這個來到我們慈福跟中正公園 你 你有沒有想過說怎麼樣來建設 然後能夠吸引這些人 越南啊 泰國人啊 然後來到我們那個中正公園 對兩蔣這邊這個園區有興趣 你有打算怎麼做 有沒有問題 告訴我怎麼做啦 好 三個 第一個 剛剛所提到的行銷一定要加強 行銷怎麼行銷 讓泰國人來認識蔣中正 事實上我 這也是行銷的內容之一 對 那因為慈福過去呢 我們確實 我們現在準備要投入新的建設在裡面 因為來看的人 那你怎麼做 你有到那個 到那個 泰國去 南向政策的這一些國家去做宣傳嗎 有 我去泰國 我發現其實泰國 那你做什麼樣的宣傳 對於我們目前來講 那個大溪池吳這一部分 你做什麼樣的宣傳 是 其實泰國人對我們大溪池吳很有興趣 因為他們從來 對台灣的了解 尤其對我們桃園的了解 其實都還不夠多 所以我發現他們 我們跟他們把這些資料給他們之後 讓他們真的是非常的感到興趣 他們希望能夠來到桃園旅遊 不要騙人啦 紙上談兵啦 絕對沒有 我人在現場 我們那個交通局 交通局你現在那個台鐵地下化喔 那個等到評估要兩年後是不是 我們是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可行性能夠獲得行政運同意 然後明年跟後年我們做 由那個交通部的鐵工局呢 續辦綜合規劃跟環境影響的評估或差異分析的部分 大概需要兩年時間 兩年後坦白講也改朝換代了啦 那所以說這個 我們呢坦白講喔 我們也很支持喔 這個不管你要地下還是要高價 好我們很支持政府的政策 我們要的只是快 快 但目前來講啊 我們是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未來啊 那 這個喔 不要告訴我們說 這個地下化能夠多快啊 其實我們光看高價 當時喔 從你的任內推高價 推到現在改地下 高價也進度也落後 坦白講當時的高價也是 工程一再延宕 現在換地下 這個比高價更艱難 我們也真的是沒辦法去體會到底 你到時候什麼都會做 所以我常講啊 等我們大家都地下化啦 桃園的鐵路都還沒地下化 這是我們桃園人民最悲哀的地方啦 我希望說啊 不要啊 只是其實我們很清楚 這就是為了選舉嘛 一個口號 鐵路地下化 你沒有真正的實際上在做 或者你到現在才做 你現在兩年後才要做評估嘛 不是兩年 不是當時選舉的時候 一年後就已經評估 鐵路地下化可行嗎 怎麼現在說兩年後 才要做這個 綜合性的評估呢 是不是 所以喔 等到你評估好啊 又換改成換代了啦 這個喔 我們真的是喔 覺得說交通局 不應該是這樣子 隨著啊 政治這樣子啊 動擺啊 好 關於局局長 我想延續剛剛提到的 新南向政策 其實應該說喔 我們希望觀光客是來自 國際每一個地方對不對 對 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 沒錯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喔 你評估說 我們現在的觀光 大概只掉了三成 其實我覺得你這個數字喔 真的不太對你知道 我只路客 我只路客 路客掉了三成 然後整體 整體也不只三成啦 你知道 我們光講路客就不只三成 整體也不只三成 那事實上現在喔 是講公同向比遊客還要多喔 我們現在平常你要到那個 這個大溪到慈湖 到那個整條 你們現在所謂的 這個最熱門的路線去走一圈 你就知道喔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今天在你做規劃的時候 剛剛提到新南向政策 你有沒有準備好 沒有準備好 你怎麼去開拓這方面的票 這樣這方面的客源 然後另外 你還要因應一些自由型的客人 那尤其像我們剛剛也有議員提到 很多的公共設施的建制 是很重要的 現在很多的背包客 很多的自助旅遊 他都必須要有非常完善的 這個公共設施 跟這些交通資訊 然後跟一些旅遊資訊給他們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其實都沒有 我們桃園市政府 真的還是錦上天花做得多 真正這個腳踏實地去規劃一些實際上的這個工作 做得都還不夠 好 那我想這個部分我希望能夠再加強 謝謝 楊巨長 其實我剛剛聽到你這個對於南向政策的一個答案 當然很清楚那個答案就是完全沒有準備好 目前我也聽到沒有什麼方向 因為我已經親自去 我知道你一直在講這個兩講 這個我們金國先生 但是我想這樣好不好 我用一種方式來回答你 回答你齁 在座各位都不要講 目前太皇叫什麼名字知道請舉手 太皇嗎 沒有我知道 沒有我幫你訪問一下好不好 太皇叫什麼名字的 這個史上最久的太皇做六十年 兒子等到老了 很有名啊 太皇知道太皇叫什麼名字的 請舉手沒關係啊 你先不要講 知道印尼的精神禮秀 讓他們感動全民 這個精神禮秀是哪一位 知道柬埔寨 那我不要再問了 我只想問一件事 即使泰國在花了一百倍的精力 告訴他什麼幾世 在他幾百年前幹了一件大事 跟你要去觀光什麼關係 你覺得關係很大 那我告訴你 你是非常嚴重的錯誤扭曲這個方向 因為金國先生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非常有意義 不管去看毛澤東也好 是有敵意有興趣 有那個點啊 大陸客有興趣的點啊 所以阿里山賣茶的人 去總統府節目抗議啊 我覺得牛頭不對馬嘴啊 我們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政策他沒有在泰國唱這首歌 阿里山的姑娘買美如水啊 沒有在泰國唱 沒有在印尼唱嘛 沒有在那邊唱嘛 大家沒有幻想嘛 沒有日常在幻想 所以你今天喔 用不斷用兩搶園區 來去吸引南向客人啊 我是覺得準備不夠啦 準備不夠 但我教你一招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我有招數 不要說一直罵你 想一下嘛 桃園有優勢嘛 機場就在我們這邊嘛 我是真的跟你搶一見 桃園有一個優勢 全國最大優勢 就是我們桃園的外配 外籍配偶 我跟你講喔 老鼠會沒做過有沒有聽過 你去那邊拉下包商 鬼吼鬼叫去哪一國 我們兩搶園區 人家真的聽不懂啦 然後呢 你把你說去招商 又是搞那一條龍 不必了 不必了 你不必了 所以我說拜託你啊 外配五萬六千人 當然 如果你這麼 政事黨要這麼順從 小英這個兩岸不對談的態度 我就幫你扣掉 三萬人陸配 還剩兩萬是其他國籍 但是大部分屬於南向政策的兩萬人 再加上桃園的外勞 在去年十月份的統計 全國五十八萬人 桃園佔的九萬六千人 佔六分之一的外勞在這裡 但是我跟你講喔 這九萬多的外勞 有百分之八十產業的外勞 在各工廠裡面 百分之二十在家庭的看護裡面 這沒有讓你想像到什麼嗎 這些的外勞第一名 越南三萬人 菲律賓二點五萬人 泰國一點七萬人 印尼一萬人 沒有想到這不是剛好就是 新南向政策嗎 我今天不應該這樣跟你說啦 好像我知道 但是我覺得東搞西搞 東不來西不來 苦到的老百姓 老百姓沒有分黨派的 所以光這個兩個加起來 外配扣除大陸籍的 再加上外勞十二萬人 十二萬人啦 我跟你講建議啦 不要再去浪費什麼錢了啦 反正燈會幾億也都花了嘛 新南向政策要支持我們蔡總統 你們支持一下嘛 編個兩三億出來 只要歡迎你們來探親嘛 這關聯性來了 來探親機票免費 因為新南向政策都在附近國家 機票免費 但是兩天要住我們桃園的飯店 飯店補助 然後你那個車子來導覽 我是跟你講一個非常具體的政策喔 你如果這樣子翻一倍 十幾萬人是二三十萬人 所以我是說拜託一下 因為我聽你那個沒有準備好 我希望我今天給你的一個建言 甚至有一些百分之八十的產業外勞 產業的企業界你可以配合百分之二十的預算 你們要擬定這些政策 不要用傳統的方式再去做啦 好不好 跟翼座報告一下 現在只要秀泰國的護照 不管你是外來客 還是我們本地的勞工外配 通通都享有優惠 所以我們沒有分 說一定是只有那個 所以剛剛 符合您剛剛所說的政策 就不夠嘛 你就是跟以前的一樣 沒有動力嘛 我機票我要花三萬塊 你說補助我三千塊誰要來啊 你知道嗎 有些來這邊打拚的外勞是什麼意思 家境都不太好 你想一下邏輯好不好 我沒有什麼時間再跟你說了 但是你補助他計票 飯店兩天怎麼樣打折 企業來自助 我跟你講 很多人會來 請坐 那個高局長 因為我從頭到尾就追蹤 台鐵高界化地下化 那你也是一樣 從高走到地下化 大家一路來都一樣 但我們關心的目標是一樣啊 不是說今天也不是要虧誰罵誰啦 但是有必要把這個問題 要把它講清楚嘛 尤其對中立更可怕 你們現在高價化地下化 那我們現在桃園還好一點點喔 因為綠線也在規劃 那我們藍線的延長線已經開始挖了 兩年前我做中立市市長的時候 就已經跟我申請要封原化地下道 要做什麼 做中立站的站體 到現在你東搞西搞 因為不通過 不通過搞不好又高價化 你要人家 對你要人家 現在那個站要怎麼蓋 你站 所以我們現在擔心這個問題喔 你現在最新的紀錄啊 我上次總質詢的時候 特別請教我們鄭市長 他跟很多議員講沒問題 這問題很大嘛 我上次已經講了嘛 人家5月17號所有專家學者 跟8個單位會審的結果 提出了12個面向 110個大問題 好啦 續集你們8月初 終於針對提出的問題回溫了 當然謝謝你們 當然要努力嘛 要回溫了 回溫之後 8月23號被交通部打槍嘛 8月23號交通部說 這什麼東西把他丟回來 為什麼 主要什麼 自償率還是六點多嘛 我們是一級財政的程式 按照新法規來講 我們必須 我們要推動的工程 未來自償率到14% 才進入遊戲規則 才考慮補不補助你 你們明知道就一直送 6.39 6.37 6.38 不過我覺得這都不是重要 不重要 我覺得太可怕了 一件事就是說 高局長 你創造了 全世界 不光是桃園 交通的財政奇蹟 我覺得 我應該讓全國 包括歐巴馬來跟你學習 8月23號回文給你到8月底收到 居然10天以內 9月9號 把我們高鐵 就算把剃除新北市 950億 居然自償率 可以在10天之內 過去給你兩年你做不到的 10天之內 不是財務高手 就是虎爛高手 變成20.2 我真是太佩服了 真的太佩服了 你知道嗎 搞了幾年還是6.39 那一毛一毛算出來以後可以收多少票 對不對 這三項指標 是土地的開發多少是增加了 還是所謂的租稅TIF增加了 還是屬於TOD 你們到底這三個原則 到底誰增加了嗎 但我現在沒有時間跟你去問 但是我跟你講 這是全世界最扯的一件事 10天之內 你8月3號送的文 還說我們窮盡洪荒之力 洪荒之力 對不起 我們把地都弄掉 都算六點多 一個月之後 你要回文之後 我是聽說啦 申市長好像不高興嘛 罵罵人說 文不要退啊 我議會這樣開是不是 不要退嘛 沒面子嘛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但是你絕對不可能 一下從六點多趴跳到二十趴 如果是這樣的的話 是策略性的 是策略性的 還是真的找到未來的一個 市長率的裁員 請說 基本上 我們 台鐵的地下化的所有的站 站的周邊 我們都會做TOD 那 在 中央各級審議的時候 也會針對這個市場率的來源 TOD TIF等等 連開都會去做計算 所以呢我們認為呢 這個 而且我們這個 這個二十點多的這個是 透過 我們一個 一家 這個財務公司做分析計算 這也不是我們自己算的 那你這財務公司的邏輯 你聽不懂我邏輯嗎 你8月3號還沒有請到這家財務公司 這家財務公司還是傻瓜 沒有任何試算的可能性 然後 一個月之後 就發生這個事情 但我想我今天就 點到齁 不要 你是有良心的人 但是我希望你的肩膀有蓋齒 不要再害這個國家了啦 因為只有可行性評估這個階段 是桃園市有參與的 過去未來我們就付錢啦 這工程發包 未來不管是鐵路 這個新建工程局 或者鐵路局 是他們的事啦 再來 未來營運 你的TI這個票價 誰說 是鐵路局啦 那到時候他收不到那麼錢 你們把這國家搞垮啦 不要這樣的啦 那個局長 我想 沒有一個人會反對 今天台鐵要地下化 所有人都支持 只是問題是 我們必須很清楚的 讓老百姓知道 台鐵高架跟地下 在未來的桃園的市民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除了 除了可以有便利的交通之外 它要承擔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 一個負責任的民意代表 跟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官員 必須要做的事情 其實剛剛講 什麼是自償率 今天你們把自償率 從6.37 把它調上到20.02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的目的是你為了 因應新法規的規定 然後讓你能夠獲多 更多的補償款 那個配合款 中央的補助款 因為你的自償性越高 中央的補助就越高 可是問題是 自償率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土地開發 TIFTOD 土地開發是什麼 就是沿著這條線 地下化的這條線 所有的土地的變更 那我這樣講 你從6.37 調帳到20.02 表示那個收入大幅的增加 大幅的增加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土地的價格 會高漲 那這是什麼 這如果套一句 鄭文燦市長 還沒做市長以前講的話 叫做什麼 炒作土地 好 再來剛剛講 TOD TOD是什麼 TOD就是票價嘛 那今天你的票價 你能夠從6.37 這個是整個結構喔 對不對 6.37 調帳到20.02 是這三樣東西 加起來的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票價高漲 票價高漲 那是誰要付這個錢 所有做台鐵的這個客人 乘客 要付這個錢 第三個 TIF TIF是什麼 租稅增額融資 它就是預估未來 土地開發完畢 這個台鐵地下化之後 這個土地上這個地主 它必須負擔的什麼 負擔的地下稅 房屋稅 還有將來的土增稅 好 誰出 老百姓出 所以 你整個台鐵地下化 你的自償率 從6.37 調帳到20.02 你唯一 最倒霉的人是誰 就是老百姓 你把老百姓當肥羊仔啊 你知道嗎 土地的人 當肥羊仔一次 對不對 反正原始地主 他拿到好的 比較好的土地 到時候高價賣出 或者是你們 把你取得的這些公司公共設施用地 或者你原來的底配地 你也是高價賣出 你才能夠獲得這麼高的金額嗎 我想我可以回應一下 你不用 我跟你講 你多的是回應 待會可以請這個 這個議長給你多一點時間回應 因為我們時間只有這麼少 那我現在還要再講 我這樣提這個是什麼 提這個就是告訴你 地下化做下去之後 OK 問題是 你必須要讓老百姓知道 他可能會承擔什麼樣的後果 你要把話講清楚 講清楚再來告訴老百姓 台鐵地下化是最棒的 那另外呢我想再提到捷運 捷運綠線 捷運綠線我想請教 這個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他目前現在被公共工程委員會即將停權 開了三次會議 然後現在要進入大會 因為他不斷地申附 不斷地說要補充資料 他為什麼要補充資料 他就是因為新北環塊收會嘛 他的員工收會 所以被一審判決有罪 那因為一審判決有罪 所以公共工程委員會 就要把他停權 然後這個時候他說 他生父生父 好不斷地生父 好我現在請教 我們現在評選出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我請教 如果在你簽約以後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就被停權了怎麼辦 如果議價的時候是議在前面 停權在後面 那麼議價是生效的 所以意思就是 即便他被停權 我們還是必須要 按照合約走就對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按照法令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明明知道這家公司 已經有這麼 這麼輝煌的紀錄 對不對 機場捷運到現在 還沒有通車 他有這麼輝煌的紀錄 而且在他的規劃設計的時候 可以鬧一個國際笑話 開標完畢的下午 對不對 西門子就開記者會 抗議 抗議什麼 抗議內定 抗議綁標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他的這個 輝煌紀錄 然後你讓這個已經 有了輝煌紀錄的 這種不名譽的輝煌紀錄 再加上又收賄 即將被停權的這種 這個公司 繼續得標 這個捷運率線 你難道不覺得這樣風險 那麼大嗎 當然 風險是每個案子都會有 但是我想這個部分 你政府 那如果我請教 在你還沒有簽約的時候 他就被停權了 那怎麼辦 那當然也是照法庭 就不能決標給他 不能決標給誰 當然就是給誰 不能決標給東興顧問 那就給世西是不是 我們找石油廠商在意 在意 我跟你講我現在真的 我 我跟你講 我真的建議 真的 你現在 他因為這個從去年 就身負到現在 聽說最近公共工程委員會 即將要開大會了 要裁決了 那既然這樣 我覺得你的議約 慢慢議 你不要議完第二天 他就被停權 變成末代老鼠 我們桃園 就變成最後一隻老鼠 我現在要求 你要議約你慢慢議 或者你甚至行為 我問一下公共工程委員會 請問他什麼時候排大會 來審議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他的停權案 你等到他停權 這個大會時間排定完畢之後 你再來議約 然後我再要求 我希望喔 我覺得很納悶 26億 26億這樣的一個工程標 全世界這麼多的廠商 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到桃園來標 蛤 是因為尋租 還是因為官僚 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讓國際公司 對於桃園這個捷運 綠色捷運 卻不 不肯來投標 如果今天喔 到時候投標 又是只有市西 那更好玩 對不對 市西現在新的董事長 哇 這個 這個叫輝煌的紀錄啊 這個跟中興工程啊 有過之而無不及啊 不但違反了這個收賄啊 還有什麼旋轉門條款啊 而且呢 還被蘇貞昌曾經用這個 違反 破壞民進黨黨域 這樣的民意把它給開除黨籍喔 如果這是這樣的公司 再來承包到桃園的喔 我覺得這是一個 真的 我覺得 桃園市政府喔 會對整個桃園市市民 繼續就要高局長 我想 鐵路從高價化到地下化 我們最了解喔 但目前從正市長上到現在 喊地下化喊了這麼久 每個會議員也都關心這個議題 但我現在總是覺得喔 地價化還是充滿了非常多的變數 從我盧議員所提到的 自償率從六趴到二十幾趴 你只花短短一個月的時間 而且是最近才發生的 那一趴的自償率代表多少金額 局長可以回答我嗎 這個要看開發的規模 所以不一定 目前的預估啊 目前財務公司給你的預估 一趴大概帶有多少金額 大概多少億 他是沒有這樣子一個數字給我 所以這個數字多少億的金額 你也不清楚嘛對不對 不是不清楚 那你現在沒有辦法回答我 代表你不清楚嘛 他不是用一趴值多少 他不是這樣算的 那他怎麼算 沒有任何金額的顯示 告訴我們 未來桃園市政府的自償率要多少 是不是 你的答案是這樣子嗎 不是 自償率分三大塊 四十四大塊 TOD TIF跟票箱收入 資料到時候給我一下好不好 我想了解 到底這個自償率 未來桃園市政府 必須負擔多少的經費 未來整體開發 到底我們的經費影響是多少 這個資料麻煩你給我 鐵務地下化到底會不會做 你覺得會不會做 只要中央核准 我們當然就會做 只要中央核准嘛對不對 那會不會政治長連任前一個月 還沒有辦法做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發生這樣的狀況 當然因為可行性 後期的中規以及環差 我們都會再努力嘛 跟這個審查 成績是有關係的 我不要聽到再努力這三個字 中央地方現在是一條邊一條線 你們如果還沒有辦法溝通 那到底誰有辦法溝通 鐵務地下化的實質 完全影響到 桃園市跟中立市 我們中立的捷運站 火車站的改建 什麼時候可以做 你告訴我 沒有答案耶 地方民眾問我 我沒有辦法回答耶 我們中立所有的議員 都沒有辦法回答耶 因為A23站還是繼續在施工中 施工中 問題是他要配合鐵務地下化的工程 我們中立火車站 周遭那些店家 天天在問我們 拜託你 快點決定 快點溝通 請盧議員謝謝 我想這個局長 事實上你也蠻辛苦的 假的東西很為難 但是事實上 這個案子如果現在已經被認定要 如果是一個新案的話 現在正在做我們提的可行性評估 接下來交通部要做中規環評 再來送國發會行政院核定 當然這中間也許設計發包 土地取得 我在想 說真的 因為那天那個都發局 你覺得六年以內可以完成嗎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黃靖平黃宴 黃議員請發言謝謝 謝謝主席 那個管理局的局長 剛剛看到幾位議員也在質詢 桃園的這個十大的城市之美的景點 桃園的新景點 觀光的卵實力到底在哪裡 局長你看你們每次 這個給議會的觀光局資料 都只有一些統計的這個數據 不要流於數字 這個部分我們在講桃園哪裡好玩 大家講的除了剛剛給大家看的 議員也可能你們看很多什麼城市之美 講到的都是什麼小人國啊 補欣牧場啊 拉拉山啊 這個小烏來風景特定區啊 池門水庫池湖啊 腳板山行館 虎頭山風景特定區 這些單位這些地方 這幾個地方 我們桃園就只有這些觀光樂點了嗎 桃園當然不止 還有呢 包括我們現在正在推著很多小旅行 你會發現有很多小而精緻美的 這樣的一個景點陸陸續續都在成形當中 尤其結合社區的力量 包括在這次的地景藝術節當中 它就已經呈現 有沒有新的觀光的這個景點 包括除了我講小人國 補欣牧場北橫的沿途景點之外 甚至金發局所屬的業務觀光工廠 有沒有在你們這個納入的範圍 行銷的推廣當然是納到我們裡面 比如說巧克力工廠啊 在全國都很有名啊之類的 這些有沒有納入你們觀光局 在福島桃園新的這個 觀光宣傳熱點的時候 把它一起納進來討論 有在行程的安排上 絕對要納進去 還有啊我們看到台北市 常常有很多的這個景點啊 什麼什麼台北孔廟啊 美亭啊 國立歷史博物館 城隍廟 台北故事館等等 哈不浪浪三十處都可以納進來 是 桃園也有孔廟啊 有 桃園有大型古蹟廟宇啊 有 那為什麼這些都不在 講到桃園的話 一般不要說我們自己桃園在地的 很多外縣社根本不太清楚 有沒有辦法去讓大家 能想辦法把我們桃園 比如說我剛剛講桃園孔廟 桃園這些大型的這個古蹟廟宇 受到親愛呢 是 這個絕對可以做得到的 我們也有客家文化館啊 對 那為什麼也沒辦法列入 像那個苗栗的這個他們客家園樓 比我們的客家文化館還晚蓋好 是 可是人家的這個觀光 當然中間融獲有一些狀況或爭議 至少他們在觀光賣點上 也形成苗栗一個很大的資產 那我們呢 我們起碼龍壇 不要說只是客家文化局 在那邊而已 它有一個客家文化館 假日我常經過本席 也看到很多人在那邊 親子在那邊休閒 對 我說那個都是 我們觀光局的很多的 是不是可以納入它的景點的討論和規劃 是全部都可以納進去的 所以剛剛一座談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事實上觀光是一種整體的表現 所以未來在橫向的聯繫上 跟強力行銷 我們都會持續努力 我是建議啦 櫃局確實是經常舉辦很多的 跟觀光有關的活動 那我是希望活動辦完了 留下的是什麼 當然最近的這個地景藝術節 最明顯是 幸好你們也留下一些東西 在沿海這些景點 這是正確的方向 就跟當初燈會本席一直要求 你們要把一些燈會的東西 離到平鎮巴德 有些地方去長期的放置 而不是辦完煙火啊 燈會這個多少錢 或是這個地景藝術節辦完了 錢花完了 就沒了 你永久的地景是什麼 你永久的這個新景點開發 我會提到這個小人 我會提到石門水庫那一帶 就是我記得我小時候 去石門水庫玩的時候 有亞洲樂園 對不對 還有這個什麼 京島樂園 還可以坐那個 遊艇過這個阿姆坪這樣子 然後到對面去玩 現在幾乎桃園很少 私人的還要往新竹關西 六福村去跑 那近一點的就是小人國 其他的能夠 親子的遊戲測試 幾乎能舉 能舉出來幾個手指頭 就舉完了 所以我希望 局長能夠思考一下 我本來還是想說 有沒有機會 桃園會像台北一樣 或是像新竹一樣 有自己的動物園 有自己的兒童樂園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機會 讓觀光局局長 或者你們跟市長 市政府去破壞這樣的一個方向 我們會來努力 然後還有一個 現在大家都在講說 路客慢慢變少了 路客減少了 本席在去年就質詢過你 在這個時候 當時我上會期 四個月份 四月份我質詢的時候 是告訴觀光局說 觀光人數2、3月2個月就衰退了35萬人 到現在 5月到8月 除了6月在石門水庫 你們辦活動 稍稍有把這個總人數拉平 然後呢7月份 靠私人機構 補信牧場緬備 這個路場 拉高了一些國內旅遊的這個人次 平均的這個人次也拉平 他的一個狀況 5月呢減少了1.5萬人次 8月呢更減少了17萬8千多人次 那現在兩岸觀光 現在觀光路客減少 桃園最重要的就是磁湖 受到的這個衝擊最大 那觀光業的人家坊間在想 寒冬來臨的 局長你自己認同嗎 確實還有很多要協助業者 來度過目前的這個情況的一些 我相信我們會持續再努力 你看我們桃園 路客來最多的地方就是磁湖嘛 那現在遊客人數持續呈現這樣一個副成長 那現在呢今年1到8月 所以你看比去年的1到8月已經減少了45萬 0207人 那觀光產業下一站到底要信誰 還是要信福還是去求神拜佛 我看之前辦來幾個縣市首長都跑去大陸 那個希望能夠大陸能夠觀光 然後能夠來這八個縣市觀光 然後能夠推銷他農特產品 我就講觀光這個那跳過了桃園 我們桃園沒有辦法過去 可是桃園以前也是路客來最多的地方 我們有機場迎接路客來 我們也有這個慈湖路客最喜歡去的地方 那你自己有什麼對策跟規劃呢 包括旅館也是路客來我們桃園住的比例非常高 那目前我們剛剛我們這邊所提到的 觀光的發展一定要跟全世界招攬 絕對不是只有路客 我們所有的國家所有的地區我們通通都歡迎 包括路客包括日韓包括剛剛所提到的新來項 沒關係我希望這個部分 局長你們妥勝去研究因應 不要讓這個在輔導業者的時候 同時你們要想出他的一個對策怎麼辦 好不好 我請交路局高局長 高局長很快的就叫說 你們在報告的時也有提到這個 易庸設路口的這個路段交管設施改善工作 成效經分析平均行車速率提升約8% 路口這個停等研制平均減少13% 成效看起來是不錯 請問是電腦算的還是看流量看圖說故事 還是用親訪過路人 指標中有沒有這個有路人的用路人的感受呢 這個是沒有用路人的感受 我們是用數據去計算 所以你們只是坐在辦公室吹冷氣看電腦計算 不是我們交通中心透過這個數據的分析 那行車時間流量計算距離這樣算出來 你們在那個報告裡面有提到說 像這個智慧型的交通工程設施 桃園輕鬆go app 就是你們集目前建置的所謂659個處 包含車輛偵測器VD304處 車輛辨識系統AVI26處 e-tag偵測器191處 以及數位影像攝影機CCTV138處 傳來的資訊彙整後產生的路況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呢我給大家看 局長這是你們自己的路況的這個 桃園輕鬆go的這個app 市府的路況資訊這個是上面 你告訴那個用路人都是綠油油的一片 這個是昨天晚上 本席在你看桃園新屋交流到附近的一個路況 每一個路口都是綠色的 下面呢是google的google的 它自己有一個它的一個系統 幾乎好幾個路段不是黃色就是紅色 沒有像你這邊全部綠油油 同一個時間喔切換一下資訊差那麼多 那這邊也是這個是也是這個市政府上面的 那下面這邊的是google附近的 這個部分的是桃園市政府附近的路況 也是綠油油幾乎都是綠色通行無阻 下面的是google切換之後 幾乎都是紅色跟黃色的 為什麼同時間 你們跟google的這個資訊差那麼多 我覺得你們說評估行車速率提升約8% 那照理這樣講 全部都綠油油一片應該提升80%以上啊 因為我們的提升是在改善前改善後 做一個前後那個做一個比較 得到一個結果嘛 那您這個情形呢 是說我們資料跟google不太一樣 這部分我們來查證一下 差異的原因是什麼 後面還在查 所以我就說你們在這個APP裡面切換的喔 你讓你的APP可以讓這個桃園市政府的路況資訊 充分顯示了暢行無阻 可是跟google的資訊同時間 本席相互切換 這兩個都是你們市政府的輕鬆go app 這兩個是google的 一切換下來 你看資訊差那麼大 那麼諷刺 也難怪我在看完之後 人家講說套一句現在的話 海濤法師講的假的 用路人跟民眾啊 他們的眼睛業障重啊 所以可能看不清楚 是不是這樣的問題啊 APP如果不正確 我們馬上來改正 所以除非你的這個google 比你組那麼多 那你幹嘛要花錢去建置這個桃園輕鬆go app呢 因為我們APP不只這個功能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好我希望你們這個 注意到這個資訊的提供好不好 好科長請坐 局長有一個那個 也是一個民眾陳情的選服 我覺得看起來是蠻瞎的 要就叫你們交通事件裁決處 你們代處長喔 張處長也在吧 對 這個是民眾陳情的喔 他的狀況是比較有點誇張 我會很簡單用30秒跟你們說明一下 當初他在5月27號收到第一張罰單 他的違規情形是3月9號 你們中間相隔了將近90天 他後來違規他都不知道 然後結果呢 從3月9號到5月27號 這中間他又違規好幾次 當然違規是錯的 他就要去繳罰單 但是你們為什麼交通事件裁決處 你到了5月27號 90天後才告訴民眾 3月9號他違規了 3月中3月底4月初4月中 他有幾次違規 你那個 你那個 市底下在報告了 時間到 好 請坐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李英強 李議員 蘇智強 蘇議員 楊敬甫 楊議員 張運炳 張議員 劉盛前 李議員 吳彥議員 共用30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那個我們的 請我救救一下我們的交通局高局長 那高局長 就我的認知 我認為規局 那個陳辦雲 那個我們的陳辦雲 就是我認為說 我對他的看法 我覺得我是蠻認同的 尤其是我們的交通工程科 吳其章 吳其章 吳客員 他做任何事都非常認真 所以我希望各位耳後 他有一個很 就是 集辦 只要通他立會立個辦 而且他會立個回報 所以我希望這個 你要好好給他獎勵一下 尤其是吳其章 認識他兩年多了 他辦真的是非常認真 一個科員 所以先跟你報告一下 其次我們都知道 我們龜山地區 非常的奇特 因為我們正好是跟我們新北市交接 交接以後 我們有跟我們的 迴龍或是新莊 或是我們的林口地區 或是我們的鷹哥 那我現在問一下 就是我們目前為止 我們知道 我們山上 我們是 就是我們大平地區 就林口那個長坑那個地方 我們是個舊城區 然後我們的台北市 他是一個新人 新的都市計畫 所以他的路都很大條 都非常寬敞 而且他們的交通網 非常方便捷 他們的公車也非常多 有三重客戶也非常多 那目前為止 我們山上 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A7站 我們的合一住宅 4800戶 即將進入 已經進入了 本來預估是 兩個月三個月 我們預估只有600多戶 現在已經進入到3000多戶了 可能到年底的話 可能到4000多戶 所以那邊的人口 增加了非常的多 那目前為止 我們對於山上 整個的交通網絡 我們目前為止 歸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部分A7站 在合一住宅 住宅搬進去 我們會按照應驗需求 我們已經安排了很多條公車 將來免巴也都可以做服務 不是我們現在知道 現在有一個區間公車 室內的在裡面的循環公車 從體大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那條公車路線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通車 那我們下個月底就可以通 我希望通車以後 班次如果需要 可以適當的增加 因為那個地方 說實在我們這邊做的議員 很倒楣 住在隔壁的 臨界的地方 他們交通這麼順暢 我們常常都被罵 說我們台灣地區 我們的議員都不管事 都不再為他們爭取 我想我們交通局還會再努力 一定要把它努力好 這條整個的循環公車一定要把它弄好 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迴龍地區 迴龍地區也算是比較 算是我們離我們 應該是跟新北市的 他們的生活圈比較接近 那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 正在廣設U-by 那U-by這個地方 在迴龍地區 他來到我們的歸山地區 說實在經過這三區 那麼長距離 說實在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也沒有這許多 所以我們的U-by 可不可以跟我們新北市 那邊做結合呢 譬如說他們今天要到騎雜車 到我們的新莊那邊 這個回龍地方 搭捷運站或什麼 給他連續 網路可不可以把他連續起來 可以 這個可以把他連續起來嗎 可以 如果可以連續起來 透過捷運站我們設置那個租訂站 然後跟新北跟我們桃園市的 這個系統是相容的 是OK的 那我希望說我們這個 下次我們到回龍地區 找到適當地點之後 我們辦個會看好不好 我希望那個地方 他們將來要去回龍搭捷運的話 會比較方便 好的 好的 這個上次我們那個 我們議員同仁一直在講 我們什麼 桃園市很難玩很難玩 那我個人覺得是 並不是這樣 因為你這個交通跟管理 當然都是息息相關 如果你交通好 沒有景點 那當然很多人也大概不會來 那如果說你有景點多 你交通不好 那大概也沒有什麼人會來 所以說這個兩個局 一定要相互的來協調 那管理局長先請坐 我想再請教我們高局長 因為這個之前就是我們 我們有在會刊 我們有三條路線 有關於免費公車的 這個部分 包括一個是從東遠山 要重新開闢的 還有一個山明的 還有一個是從後山 直接到大溪的 我想這個目前的進度怎麼樣 局長了不了解 我的了解是在下個月一號 就可以通車了 就可以通車了 我想這個部分 我希望說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政策 希望我們能夠 這個管理局這邊 然後能夠把它多做一些宣導 好不好 讓我們這個復興區的這些民眾 都可以了解到說 我們有這麼好的政策 我們可以從部落 直接做免費公車 直接到我們的大溪站 好不好 好再來就是我們那個 目前這個從桃園 做公車到我們的上巴林地區 那個這個車票 多少錢你知道嗎 看是市區公車還是公務客運 一般上去大概是要兩百塊 兩百多塊對不對 那一般我們兩百多塊的話 我們可以從中壢可以到台中 如果是從客運的話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還是要請我們局長這邊 要為我們這些偏鄉地區來朝向好不好 偏鄉地區 我們將會將票價封頂 就是說將來 再推這個優勢公車優惠 對於我們的偏鄉 最多數六十塊錢 對不然的話到時候 你看很多的景點都在拉拉山 我們這個策略會已經在研理好 準備再跟市政府報告核准以後 我們再來實施 好好好這個部分再麻煩你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在講巴林地區 我想巴林地區到現在免費公車 還沒有到上巴林地區 上巴林中巴林下巴林 所以這個部分我在找科長 我想後續的時候我們再來看 希望我們免費公車也能夠通到那邊 好 請坐 請坐 好 管理局局長 好 我想我們這個之前有革命情感 我們曾經一起去踏勘 我們那個光華最偏山的 而且最難走的這個小盡 這個我想我們這個都一定要把 再把那個光華地區的步道 再把它建置好不好 會 那剛剛很多的議員很關心 就所謂的新南向政策 這個部分我想這個 因為有議員講有的正面有的反面 我想這個 好了給你一分鐘時間 讓你來好好說明一下 到底我們這個新南向政策 我們未來管理局 我們要怎麼去規劃 或者是怎麼去拓化 這樣的一個這個政策好不好 好 跟大家做個說明 其實我們不只是新南向政策 我們也包括日韓政策 我們也包括陸客政策 我們一定是跟全世界做朋友 這個是一定的 那麼有關於新南向政策 其實我們前置到現場去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泰國對我們台灣還蠻陌生的 真的陌生 尤其對我們桃園 對 所以未來的發展呢 不只是池湖 不只是我們的拉拉山 不只是我們的原住民地區 不只是我們的石門水庫 甚至到海邊 甚至有關於宗教 他們都非常感興趣 這是一個 因為他們對我們台灣的景點是陌生的 第二個 方便性不夠 所以剛剛我所提到的 不管是語言的隔閡 我們讓他覺得很方便 再來資訊的提供 交通的提供 尤其是台灣好行 我們這次配合新南向政策 台灣好行 我們一律都是打折 甚至憑著我們的護照 台灣好行可以打折之外 所有的住宿 所有的餐飲 我們都有配合的業者 都提供打折的服務 所以這次其實我們做了一個整套的配合 同時呢 如果你是家人 在台灣工作 然後一起過來台灣玩的 兩個人通通都打折 因為你知道是憑的是護照 而不是憑登機證 就有一些優惠就對了 對的 這是六度當中 只有我們桃園這樣做 所以說 你這個政策非常的好說 所以我希望說 你好好的說服 我們所有的議員 我想這樣的話 我們議員才會知道說 你原來你的政策有這麼好 能夠吸引 不管是南方的客人也好 北方的日韓或者是大陸各樣 通通都有 讓他們都能夠覺得說 你們這個政策是非常好 我想這個 這樣的話 我們議員才能夠支持 這樣的一個建設 再來就是 也有人在提 就是說很多 說我們管理局 只會辦大型的活動 那確實我們大型活動非常的多 包括燈會 包括現在的地球藝術節 那麼多的這個大型的活動 那還有北橫啊 旅遊節這些等等 那到底我們除了這些大型活動之外 有沒有對於這些觀光的這些建設 你有一些有什麼樣的一個做法 或者就是我們有在 持續在做的 你能不能再說明一下 其實即便辦活動 我們都會想辦法 讓這個活動呢 能夠留在當地 第二個也希望能夠帶動地方的產業發展 那麼其實我們其他很多的建設呢 在我們的報告裡面其實都有提到 我覺得很可惜是議員都忽略了 包括我們的石門水庫亮點計畫 三連的建設 包括龍南大紫的改造 包括虎頭山我們有一個全靈友善步道 從零歲到九十九歲 全部都可以走的一公里的步道 這個在年底都會完工 另外呢我們在海邊也是一樣 從這個白沙甲燈塔一直連到這個海邊 一直連到所謂的新屋的綠色廊道 這個都完全的串連起來 當然其他的建設我們都持續在進行 重點建設之外 我們也希望能夠推小旅行 因為地方的發展 他們也希望能夠投入能夠參與 所以結合社區發展的小旅行 這都是未來我們希望能夠做的內容 好我想這個你大概講得非常清楚 那我想說希望就是說 我們真的是把我們桃園市 真的是非常多的觀光景點 而且也真的是很好玩 絕對不會像那些人所說的是 好像我們桃園市是最難玩的 特別是我們復興地區 非常好 馬上就要有一個新西口吊橋 這個是全台最長的吊橋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們有太多的經驗可以玩 所以只是說看看我們如何去行銷 如果去推銷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後面有兩個部分 我想我的時間沒有 是不是請我們的這個承辦大學給我這個書面資料 一個就是石門水庫的跨越亮點計畫 包括我們整個復興區 那個羅馬縣的這個沿岸的部分 我想我這個一直在講的 所以剛剛很多議員也講 在線先導對不對 那個先導從石門水庫流過去 然後那邊可以我們可以在線 讓他們從以前的這個原住民的舞蹈 或者裡面的這些手工藝品都可以來推展 這一個拜託我們承辦單位這個再給我 第二個就是整個新西口吊橋 整個規劃 我想我們也常常 我們也到公所那邊去 那到底他們現在做得怎麼樣 我想這個部分 你這個承辦單位在科試 再把資料給我好不好 好沒問題謝謝 謝謝 謝謝 交通局高級長 我要請教一下 所謂市那個區 市內的一個公車 免費公車 它的里程數 有多少公里數才算是免費 基本上我們不是按照里程數 我們把它叫做短中程 至於里程數 我們要看實際的需要 來決定這個免費的O跟D 基本上是這樣 不是按照里程數 幾公里才算免費 那當然通常是針對這個運量 比較特殊的情形之下 我們特別為這個服務我們的民眾 又或者是偏鄉的 我們特別服務他 才開了免幫 否則我們固定路線 固定幫自己也可以服務 那我再請教一下 免費公車 是不是有限制 除了桃園市市民以外 那萬一是外景人士要搭乘 這個免費公車 是不是也要減費 是這個問題呢 本來我們是要用刷 這個電子票證 比如悠遊卡 一卡通 要刷嘛 我們是這樣要求 但是因為現在 客運業員沒有要求司機去強制 所以你剛剛講這種提醒 那個外國客人 有可能可以免費 但是我們認為這個不合理 我們認為明年我們要去修 要持市民卡 你才可以做免費公車 如果你不持市民卡 那你就要現場付現金 或者用遊遊卡刷卡 我想啊 這個外景人士在桃園 也蠻多的人口是在做 差不多將近有 據說是將近10萬的人口 那我想他也在桃園市 來做一個 為我們做一個服務 我想也一併 我是建議 當然怎麼修法 那當然就大家來做一個研討 原則上外景人士 如果是長期居留 在我們桃園的話 請他申請市民卡 我們就會給他補助 好 第二點我再請教一下局長 那一般道路的交通耗制 如果有故障 是不是你們有委外公司來做 我們有兩種 一個是我們自己有耗制維修員 大概八位到九位之間 在我們交通中心 另外就是我們有委外兩家廠商 來做緊急維修也有 這兩種方式都有 最後一點我再請教局長 那大家非常關心的 有就是在大溪跟這個復興區啊 常常就國定假日的時候 常常啊交通比較用篩 目前有沒有改善 台七台四的部分齁 這部分假日還是有篩車的情形 還是有的 還是有篩齁 還是有的 那有沒有這個另外的一個規劃 我們都是建議啊 就是用接駁車的方式來取代 來宣導看看能不能改善 否則的話大家都開車騎車上去 一定會篩 路本來就不大 是是是 OK好 既然請坐 那個觀念期的楊機長 我再請教你一下齁 因為桃園市有很多的景點齁 好比就是斧頭山 跟石門水庫 一直延伸到復興區的 小板山或者是 拉拉山以及那個天空步道等等 那我想你們這幾年來齁 每一位議員都非常的關心 你們的行銷的進度跟內容 那你是不是簡便的 來簡單的做回答 是 其實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我們在這幾個地方 辦的活動一定是希望能夠彰顯地方特色 比如說我們希望能夠 像小屋來這邊 我們現在積極在引進的 就是希望有一個新的遊樂設施進來 另外一個 我們也希望能夠彰顯地方的一些物產特色 包括我們原民的 包括結合小米園區的發展等等的 這都是我們在行銷上 我們會努力一直在著力的 市長我的意思是說 除了在你們做一個新聞稿 或者在網路上 都推銷一下 我們桃園市最美的一個景點好不好 好 好沒問題 也包括網路的行銷 是 甚至我們現在也正在做的 也在做包括720度的立體環繞的一個視覺的一個影片 這個都是在我們的網站當中都會做的 OK好請就 謝謝 謝謝 那個 機長 請問一下 我們桃園市的鄉親 真的何時何月何日 才能夠做到我們的機場捷運 能夠明確的告知嗎 我們 我都了解了 市長不斷的要求交通部 以年底順利通車為目標 今年的年底 年底 我認為有機會 那這條捷運 蓋好到現在 從設計規劃到現在這樣多久了 你要如果從長生一起算的話 那就很久 十幾年 要看你怎麼算 所以說一條捷運 然後一直延宕到今天 真的對得起鄉親 我認為是國家的政府的重大政策 重大政策 要有一個 他們自己要監管 當然這個是交通局在承辦的 你們真的也是 對不對 你們只是一種協辦單位而已 而且這有捷運線在那裡 這個機場捷運線是高鐵局辦的 高鐵局辦的 是 好啦你們督促一下好不好 這個職責 我們去跟他拜託 拜託他快一點 這是一點 第二點要請教一下 所謂的北橫 我們的北橫知道嗎 北橫 北橫你們也曾經說過起點跟終點 北橫的起點從哪裡開始 北橫 哪裡有 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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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嘛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嘛 那既然是北橫 你們也在先揚桃園的北橫 所謂的北橫 在座請問有走過北橫 沒有走過北橫 有走過北橫的擠手一下好不好 你看這差不多一半以上 那我也曾經建議過 既然有北橫 也有好幾家客運 在這裡 宜蘭的可以也可以 你可以去延商一下嘛 早班開一班 晚上開一班也可以嘛 給鄉親大家方便一下可以嗎 再建議一次好不好 兩頭 我們來看看這個 跟宜蘭那邊再商量看看 你們去研究一下好不好 運量什麼時候比較多 有必要 早期都有通車過的路線 好不好 這個叫做北橫 請坐 那個 既長請問一下 什麼新南向政策什麼 我搞不懂 我只知道的是新台灣政策 講真的 在座在台上的 我搶請問在座的每一位 桃園的復興鄉 上巴林拉拉山 最有名的是什麼 水蜜桃 水蜜桃之外呢 神木 在座在台上的每一位 有去過神木請參觀過的請集所 你看 就有一半左右也沒有去過 光桃園人 我是讓你帶團上去玩 有一半的人連那個神木去都沒有去過 你看看 我們講真的 桃園的美 不是他們講桃園不好玩 桃園真的很好玩 桃園很好玩的地方很多 你要介紹出來知道嗎 是 有的在肯好玩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的 劉議員會更知道 他會跟你介紹更多的好玩的地方 好不好 那麼桃園說真的 整個觀光流地帶 你從山線也好 海線你要分三海兩路 對不對 結合四區 沿海的海線 你們不是有48點幾公里的海岸線嗎 海岸線的美你們要去推銷出來嗎 上次也開會我也提到過嘛 有說西洋去欣賞一下西洋 西洋西下一點紅嘛 對不對 哥哥抓起毛毛蟲 嚇到妹妹臉花紅 你不要忘記啊對不對 是 那個西洋的美 你們要去讓他們感覺出來 你去看 看新竹縣香山一帶的那種西洋 你去看看 看看人家怎麼看西洋啊 有沒有道理 山上的美一樣嘛 從龍潭 你們的說明書裡面 我有看到了 從小人國結合的 結合這個六吳村 進入龍潭 走入山西 進入大溪 復興 是不是這樣 尤其我們的師門水庫 剛才我們議員也提到 我們的師門水庫 絕對不輸於日月潭 那你們要有心去 跟中央爭取怎麼規劃嘛 是不是這樣 像那個神木區 我今年去了兩趟啊 百姓奴歸啊 還不能開放 所有的步道 建造通通壞掉 不能走 在下面走一走就回來 這什麼嘛 這到底像什麼嘛 沒有錯 最近你們那個那個 我們那個天空步道那裡 做的蠻不錯的 神木區 這個月底就會開放 這個月底都已經年底了 等下又冬天了 誰再去看神木區 那禮物局的工程 是啦我知道你們以後 就提醒一下嘛 對不對 那個觀光帶也一樣啊 這樣子整個結合以後 我們小時候 所有的旅遊一點 那個師門水庫一定會去 現在學去了 以前小學演出也好 國中小學生旅遊 一定會去師門水庫的 對 從這個駐船頭 坐船到過去 對民主要躲 怎麼鴻來先躲 你知道嗎 對 不是鴻來先躲 鴻來先倒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去過 踏上那個島過 最近踏勘的時候 我有上去過 有上去過了 還好你先有去上去過 你認為那個島值得開發嗎 當然值得開發 雖然它有它的限制 但是那個地方真的很有 我知道你們又說什麼水源漆 等一下說什麼漆 什麼漆 對不對 這些你們可以去克服的 要把桃園的美 介紹出來 桃園最主要 對不對 石門水庫 上巴林 這些主要的景點 沿海的美 對 全部介紹出來 還像南向針對 光桃園線還有多少人 沒有上過上巴林 講真的 還有新興部落區 我一直強調 新興部落區 你們現在開發溫泉區了 新興部落區 那裡有野溪溫泉 知道嗎 你有空去探勘一下 走下去 泡泡湯 上來你會很舒服的 你會心神愉快 好不好 讓你感受的桃園之美 讓你更 流連晚緩的 會再想回來 拜託你一下 好不好 去瞭解一下 實際踏進一下 謝謝 謝謝 局長 是 那就 接著就交給你 那明天如果沒有颱風的話 明天928 那哪些單位要上班 哪些單位放假 你曉得嗎 就我知道是勞工放假 928是軍工就要上班 那如果以幼兒園來講 幼兒園也是一樣啊 就是一樣是老師的問題 私立幼兒園跟公立幼兒園不一樣 公立幼兒園應該是正常 那私立幼兒園的話 我覺得是勞工的都是放假 沒有啦好像是教保員的話就放假 對 又教老師的話就要上班 那一般銀行企業的話 又可以 好像可以 可以放假 但是又不能放假 因為為了 對不對 為什麼會問到這個 因為這假期 大概跟你的旅遊有點關係 對 關係很密切 那接下來 因為今天有跟幾個原住民的議員 一起來做工作報告的一個詢問 那接下來請問你 那個拉拉山的輕旅行 目前辦理狀況如何 拉拉山的輕旅行 每年的 他有固定三個月是在辦理 是由原住民來主導 那我們都會來協助做行銷跟宣傳 沒有 你們沒有任何行銷跟宣傳 那我問你要哪裡報名 輕旅行要哪裡報名 然後他目前有幾條路線 他目前有八條路線 有八條路線 他兩天有三條路線 然後一天有五條路線 是 然後這一些都只是在網站的資料 對 事實上現在沒有在辦理 他有一個推動的期間點 這個我會 沒有沒有沒有 他現在目前還有梯次 對 還有梯次 像那個二日遊的梯次還有兩梯 我知道 二日遊的梯次還有兩梯 他是在網站報名 如果人數夠的話 他才有出團 對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為什麼原住民 原住民局他自己來辦這個活動 事實上他是結合 永泰旅行社 他也不是自己辦 是外面的旅行社在辦 所以觀光局這邊 對這個狀況要多掌握一點 好 他搞一個親旅行 事實上剛剛講的 地景藝術節 那這一次你們 官旅局的投入也不多 文化局 文化局那邊在主導 那當然你們站在旁 站在協助的立場 你們又出一點力 但是就沒有 沒有像你們自己辦的活動 把所有主力放在那邊 原民局那個是我們有 跟他搭配景景的配合 跟結束員配合 我知道 我現在已經講到地景節 你還在講 你還在講親旅行幹嘛 我們地景節主要是負責小旅行 小旅行 什麼叫小旅行 就是有三條小旅行的路線 我知道啊 這三條我知道啊 你知道啊 你就負責這部分啊 其他就文化局在主導啊 是 好 那你 我大概 局長在那邊 我大概要跟你提醒一下 因為剩下四分多鐘 是 目前在朝日新聞 他有一個評比 就日本的雜放啊 京都大阪還有明谷屋 那你覺得這幾個都市 評比出來的結果 人家最不想去的是哪個都市 第一名是京都 京都他拿了37.6分 那最後一名 最後一名是明谷屋 結果明谷屋才拿到幾分 明谷屋才拿到1.4分 然後他們去訪問他們的市長 他們市長說 我們必須有危機意識 我們將明谷屋打造成一個吸引 有吸引力的一個城市 就很官方的說法 後來記者要求他具體的說法 他說他要 將明谷屋的天守閣進行復原 你覺得光一個天守閣復原 就有辦法拉到客人嗎 沒有辦法 還不夠 對啊 尤其他們以後 整個如果他們再不努力的話 整個池府如果通了以後 大家都要去東京啊 誰要去明谷屋啊 那現在問題回到我們桃園 那麼多議員鼓勵你 說桃園是一個好地方 桃園很多旅遊景點 但是我比較會面對問題 事實上在台灣 台灣的網友 他們也在評比 他們評比的結果 就桃園算最難玩票數最高的 但對我們不一定公平 對我們不一定公平 比如說他們講到彰化 他說彰化只有八卦山的大佛 他們如果講到雲林 雲林只有一個建湖山 但是他們認為說桃園 是最無聊食物又貴 而且無特色觀光沙漠不好玩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話對不起你 因為我們燈會才來了兩千萬人次的參加 參觀為什麼現在只有網站是這樣寫 你覺得要怎麼樣來行銷桃園 桃園真的可以玩的地方很多 但是我想我們先分析原因 原因所謂的難玩 他其實包括不方便玩 不夠貼心 另外一個是不夠有趣 那講到這邊我看你就不用講 你如果要用教授的受喝方式來講的話 這三個我是不認同 我是不認同 很方便啊 比如說那一天 陳新鋒引退那天兩萬多人 在我們的桃園棒球場 整個高鐵過來整個人回去 很方便啊 就因為太方便 為什麼沒有辦法留下這兩萬人 兩萬人桃園在地人就算一萬 外縣市的人也有一萬啊 那為什麼不想辦法把他留下來 我帶團參加過大甲杯馬祖的手球賽 我們去了八十幾隊 大家在台中找大的地方 找不到 所以說很多可以結合的地方 你應該去結合 運動賽事可以結合 那我們繼續來講日本 日本最出名的兩樣運動賽事 是哪樣 我上飛機跟你說過 你都沒有注意到 第一個棒球 第二個相撲 他們甲子園的棒球比賽 一年兩次 你比賽以前 所有的年輕人組團 然後去到那邊住下來 然後在那邊看比賽 看一個禮拜 這就是我都結合賽事 所以我希望說你管理局 你不要自己辦自己的 你要跟體育局結合 你要跟文化局結合 甚至你要跟原住民局來做結合 你不要自己辦自己 時間多久 兩年了 我看你的工作報告大概都一樣 有一些是吳智陽市長留下來的既定政策 兩年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 希望說你這邊好好的加油 好好的努力 因為我跟你講越久 那交通局長就越高興了 事實上他那邊 我很多很多要問他的 但是講的時間又不夠 剩下一分鐘 你請坐 謝謝 換你大概講一下好了 剛剛你跟張毅民議員 說機場捷運確定 市長在12月底前要通車 會不會通車 應該會 應該會 那機場捷運 通車前多久會告知你交通局 通常會先通知桃園捷運公司 桃園捷運公司 會給府裡面報告 不是啦 要通知你啦 你不要跟我打官話 什麼時候會通知你啦 一個月還是兩個月 通常是 他有初刊旅刊 合格就會通知我們 通常會在這個年底以前會完成 講時間啦 剩下30秒 一個月以前 兩個月以前 六個月以前 一般慣例大概兩個月 兩個月 兩個月 兩個月要通知你 那現在所有的戰區 你在工作報告上面寫的 不管是A7 A16 A20 你所寫的 初期中八或小八 或免費空車 或評選計程車隊 我覺得充滿了很多未定數 所以我們的戰區的公司 要好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陳志文 陳議員 吳中建吳議員 蘇嘉明書議員 共用20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不好意思 在這邊我先請教一下 因為說實在 今天這兩個局 對我們大溪非常密切的關係 我們還是先問一下交通局好不好 好 在這邊首先真的謝謝交通局長 之前本席在這邊有提到 所謂的公共自行車的租任系統 一個建置 希望在我們的大汗溪兩邊 就是沿著大汗溪 一直到石門水庫 一直到銜接到我們的三峽 新北市這邊 是不是我們找個幾個 適合的點來設置自行車的一個 公共自行車的一個設置 不過這邊得到一個非常善意的回應 因為你們有近期已經辦了會刊 對已經找到幾個適合的點來做設置 不過在這邊 本席還是希望建議我們交通局 那設置的部分的這幾個點 我相信應該也有獲得 我們在地居民的一個同意 而且我們民意代表也是非常支持 那這邊 我還是在這邊建議就是說 有關於一些相關的一個 周邊的配套措施的部分 包括我們這個標誌標線 以及自行車道的一個 一個銜接的一個 一個銜接的一個 道路銜接的一個部分 我相信這部分還是希望說 交通局能夠多多注意 標誌標線號碼我們會先做 那麼如果有斷點的話 我們會找原來自行車道的 路線單位去跟它協商 請它盡快把它恢復 因為現在目前現有 那和西兩 左岸那邊其實都有一些 自行車的一個 車道的一個建置的部分 當然中間還有一個 一小段的這個段落 也是有待於我們那個交通局的 盡快跟一些那個相關單位 能夠盡快能夠做一個銜接 然後把我們整個的自行車的整個的 整個的這個 設置的自購的部分 能夠全面性的能夠完成 那在這邊還是在這邊建議 那第二個部分 還是關於我們所謂的塞車問題 那在這邊塞車問題當中 除了我們還是不放棄 繼續向中央爭取我們大和西的 兩岸我們的那個 河岸道路之外 那這邊我還是建議 在短期內 可以即時 好即時做那個 做改善的部分 就是有關於我們 大溪橋頭月媒 停二停車場的一個 即時訊息的部分 這有關於這個部分 我是希望說 就我們的那個看板 以及我們顯示字幕的部分 會後我們試試辦個會看 來去現場看看 因為你們在那個 那個武嶺橋 橋頭那邊 有做一個設置看板 其實那個設置看板說實在 我每天經過 除了那個磁湖停車場 的那個停車位的一個 有做那個即時的 做一個即時的那個更新之外 其他的包括我剛剛說的 橋頭月美停二停車場 基本上來講 在這整個停車位的一個 停車位顯示牌的那個部分 幾乎都沒有在動 也沒有隨時做更新 這部分 我是希望說 我們會後來 現場來做會看 看那個 看有沒有最新的一個設備 因為這個來講的話 可以讓我們用路人 比如說我們今天遊客 我們假日的時候 或平日的時候 這些遊客 當他進入到我們老城區的時候 是不是最明顯的 一些顯示告牌 顯示的一個字幕 能夠告知我們用路人說 哪幾個停車場 目前有哪幾個停車位 不要到了現場之後 才發現說 那個停車位的停車格 已經停滿了 尤其像我們停二停車場 它又位於老城區的範圍內 然後進去的話 有時候進去出來的 整個動線會影響很大 好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呢 就是有關於我們那個 想請問一下 就是我們在這邊 有關於那個 國三銜接台66的部分 目前那個交通的這個 工程進度現在目前 已經進入到哪裡 因為他這個計畫有做修正 為了讓這個工程用地費 跟這個工程費呢 能夠降低 所以他選了三個方案 最後這個方案是沿著這個 永昌路 再去接這個大溪交流道 所以這經費就會有比較降低 那目前這個計畫 還要經過環評的問題 好沒關係時間的關係 那這部分 那個惠後麻煩補一個書面給我 好 局長請坐 關於局局長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剛才 說實在的 各路客來台 那個大幅度的降低 這個我想在大溪 在復興 這個目前來講 就於有一些的 觀光景點的一個產業部分 說實在的 本席也有非常明顯的感覺 包括就 雌湖來講好了 以前雌湖 不要說是假日 平日 那停車場滿滿的都是 都是那個遊覽車 都是車輛 但是現在真的大幅度的降低 那介於這一段的空窗期 我想請問一下 針對我們大溪 復興 台七線這些相關的一個 旅遊產業 我們要如何做一個 有效提升 是 其實這段時間 就是我們 投入建設最好的時機 對 那剛剛我特別提到的 我們 雌湖這一塊 我們希望能夠持續 投入一些建設 那比如說 我們以前 一直沒有一個 時間 或者是有相關的資源 可以投入的 我們會擴大 它的 這個 園區的這個 服務的範圍 跟景點的那個內涵 是 比如說從頭寮 一直到雌湖 一直到百吉隧道 我們希望能夠招商引資 投入更新 更多更新的服務進來裡面 那麼另外 剛才也特別提到的 有關於 即便是入客減少 可是我們希望 其他的客員可以增加 是 那針對其他的客員 我們也希望能夠提供 服務其他客員的一些設施 比如說表演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元素 所以我們也希望在 前十五的部分呢 能夠有一個展演的舞台 結合地區的表演團體 能夠常常在那邊做表演 事實上它也可以帶動 吸引人潮的一個方式之一 這其實都是我們 持續在投入建設 好 希望能夠多多加油 那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本期在上一次的時候 有提到 關於我們那個 你們亮點計畫當中 有關於西州地區 塵電池 這部分的話 目前我們是規劃 作為一個轉運站的部分 對不對 轉運站跟遊客中心 轉運站跟遊客中心 因為前兩天 我在那個 我在這邊 也有是 裡面還有就是說 我們義和里 上次有義和里 本案那個本席 也是希望說 叫我們義和里的那個 那個里民的一個集會所的部分 也納入我們的計畫 計畫內 那上次來講 也獲得我們市長的一個支持 那我是希望說 這個計畫 你們不要忘了 在這邊提 再次的提醒你們 然後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有關於那個 前兩天我在金發局 那邊 我也有問過那個 相關單位 有關於我們那個 豆干博物館的一個設置的部分 那這個設置的部分 來講的話 是不是未來也有可能 定案在我們這個沉澱池 所以有關於 轉運站的一個面積範圍內 我相信 這個也是跨局處 會後你們要好好 那個研你的 好不好 因為這是我們地方所期盼的 以上謝謝 好 謝謝 好 高局長 你這樣坐在頭前比較厲害 本來坐在頭前怎麼坐在頭前 你的桃園區一位難求 停車位 你有沒有再規劃一下 是 我們除了公二次已經開過 因為我知道 我們那個文昌國小 不是文昌公園 文昌公園 文昌公園有沒有規劃 我才想到文昌公園有沒有規劃 有有有有 我們明年就委託建築設計了 明年就委託設計 建築設計 你沒有再想那個 汽車停車塔 你沒來沒去想到 我們那個本來 民政課頭前一堆 你想到阿伯你 沒有再想那 停車塔吧 你現在不會再想停車塔吧 停車塔是奉市政府的 裁定是暫緩辦的 停車塔哪有市政府叫你做 停車塔 對啊 暫緩辦理 對 暫緩辦理 對啊 所以我不知道 給你提醒一下 你不要再想要停車塔 文昌公園 台灣國小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裡停車 民族路和民權路 那裡太多人在出入 還有市場 公二市歐路可能 可能很多地方停車塔 台灣去 一個四十五萬的 四十四萬五萬的 他過得難求 那以前我當事工所當市長 沒有錢沒有預算 沒有一個停車塔 你公二市要 你剛有說要開多少錢 公二市地下停車場要開多少錢 公二市地下停車場要開多少 那個四億多百 對啊 那你文昌公園 很快好好 規劃一下吧 好 請坐 還有那個U-bike 那個後面的客廠請坐 U-bike你這次 哪一人在照 都由一車難求 然後以後的安全規則 交通 這個交通隊也沒有辦法罰 你有怎麼規劃一下 這法令有什麼辦法 基本上公共資金是使用 我們會加強宣導 這個騎乘的安全 應該遵守的法令 我想這個我們來宣導 另外呢 這個騎乘的距離 還有那個 這個周邊的 這個站跟站點和站點的 這個資訊 我看外面的孩子 經常在黑白騎 交通秩序也不遵守 法規也沒有 大家坐車這次是很普遍 U-bike做得很好 叫我三民公園 我看人黑白騎 三民公園裡面 沒有秩序 不知道要怎麼管 這個要怎麼解決呢 發生意外 國賠這個負責有沒有辦法 這公共意外保險這邊要怎麼做呢 你真的要好好想一下好不好 好 保險是我們有那個第三責任險是有啦 已經放在這個廠商契約裡面是有 第三責任險 有 因為這次下人要不要遵守啊 人家行人到也在騎 所以你U-bike 所以我想 這部分再加強宣導 再加一些那個告示牌面 對 你宣導絕對不夠 我拜託你這個宣導 無法拜託發生事故 誰都當然不會去 市政府我想也擔當不起 因為大家黑白騎 黑白騎的U-bike 就好方便嘛 一路就能騎嘛 好不好 你這個法令齁 還有公共意外的保險措施 拜託你一下 還有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綠色捷運的 PCM不是發包了啊 評選完畢了 那目前最優廠商還在議價當中 還沒有議好 這個你要怎麼編列 預算怎麼編齁 明年是否可以順利發包 總包標的話 我們是明年下半年 應該可以順利發包 對 所以我希望你齁 你們市長喊得那麼大聲 綠色捷運一定會通車 那你喔 PCM已經發包了 你的事先的那個 那個同胞 要事先的規劃齁 對 在PCM的時候 就會把同胞的文件做好 好好好 再拜託你一下好不好 是是 好 高老大 不敢 好 我們那個 管理局 我們的那個 護老山 關聖地均的 你說要統一規劃 哪時候可以規劃 我們關聖地均那邊 你的後面的國有土地 已經我們取得了嘛 後面的那個國有土地 市政府取得沒有 後面的國有土地指的是 關聖地均後面的後面的國有土地沒有 那不是一些國有財產地均 後面沒有 那沒有喔 我們講的是那個桃十一 沿線那邊都有幾個國有地 那個幾個國有地 我們要把它變更成 服務設施用地 我知道啊 這是我多久了 市長又連任 還沒做到本行出來吧 這個目前已經在我們 但現在就有三個程序 接著去認定重大建設 現在已經在我們市府這邊 確定之後就上去內政部 做都市計畫審查 這個時間確實會比較久 你們現在不是說 送了到底送沒有啊 你剛剛頂級拜執行 你也說送就送了 你的重大建設的認定 目前是放在 應該是在都發局 送了 對不起 已經送了 已經送了到內政部了 現在只要他認定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進入到 都市計畫的審查程序 好 拜託這個要支持啦 不然你政府再放一年 再放兩年不知道啦 其實我們會問 你們要去追蹤啊 會追蹤 現在都是市長的好朋友在中央嘛 我常常去追蹤 你那個 不怪你那種 後面那個 那個褲頭山 那個關聖地均 那整個串連 你要不要做 你說要當時10萬塊不要做 我們要統一做 只要做一個大器 是 我們這次喔 在預算上 我們已經爭取了啦 現在就是說 明年呢 我們市邊的預算五百萬 但是我們會跟中央爭取兩千五百萬 總共合起來三千萬 我們要做這整體的 因為你的禮物點 桃園剛才 劉聖賢議員講 想沒好勝的地方 這個地方串連起來 喔 還有霸凌市議員 那個整塊 我常說幾個拜 你剛剛要去想辦法啊 會 好不好 還有那個 很多的那個 那個湖頭山那個活動的人太多 這裡有那個 有人提供 大量的 從 那個洪湖 洪湖也有 被咬傷 這個你們看怎麼樣去預防一下 好 我們湖頭山在假日舞台下午 洪湖也有 洪湖也有咬傷 也提供那個 上面給你們了啊 那一個洪湖 是從那個直訊局跑出來 我們園區內是 確實都已經 已經杜絕 那現在我們 對 我們跟農民醫院 跟那個 那個直訊局那邊講 那現在是 我們的人去協助他們做洪湖 好好這個拜託 剛才那都幾萬人 在那裡 如果萬一有這個洪湖也 還是那裡有溫蟲 消毒這個領域 都去倫利嫁 因為沒有時間 沒有書面 給你們再給我們答案 好 請一下我們的吳宗憲 謝謝 好 楊局長 我延續一下 你們 他們剛幾位議員 說大溪真的是很好玩 我看你的工作報告也是比較 山區的比較多工作報告 我看海線很少工作報告 我想請教一下 你觀音區是什麼特色 觀音其實我們有既有的農業特色 包括我們每一年的蓮花季之外 現在也是設立的休閒農業區了 未來的發展 對嘛 你講的唯一特色就是蓮花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到 還有很多觀音 還有很多特色可以讓你推的 有很多古蹟 對 第一個我想最重要的 台灣也只有三四座燈塔而已 那座燈塔周遭的環境 我最近都常去看 真的是很可惜 那個那座燈塔竟然沒有辦法爭取來開放 是 那個他光那個機器 早期是真的有導航的功能 那現階段都不用 幾乎都是只有剩下觀光的功能 是 那個機器是差不多上百年的機器 德國進口的 我想全桃園市有200多萬人口 我看沒有萬分之一人上去過 對 那個不容易上去 那局長你有沒有想到這一塊要如何來處理 有 那個目前是航港局他們在管理的 我們其實非常希望能夠爭取過來 我們今年做的事情 是把它周邊的環境都整理好 今年做的 可是中間那個核心的部分 根本是航港局在管理好 航港局我們升格桃園市的 航港局可以不可以請市長把它爭取回來 讓我們桃園市來管理 這個我們來努力 對啊 這個我們來努力 而且你那周遭的環境 我跟你講環保媽媽來看我們觀音 就講那個環境 真的是有夠髒亂 我可以跟局長講 你有空 好 你如果有去觀音 我帶你去看 沒問題 但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跟航管局什麼時間來跟他溝通 你要努力 因為他沒差 很管局他根本幾乎也不用那塊地方 那是不是交由我們管理局來管理 可能會比他們管理的好 甚至很多人幾乎沒有人上去過 在座應該沒有人上去過 師傅我們大家也拜託 我們洋局長來努力一下 讓你們上去那邊看 真的是很漂亮 特別是看到海邊去 剛剛有講 人家香山那夕陽西下的時候 就是從那邊照過來 金黃色的海岸 就是在我們那裡 但是很可惜 你如果從那個 在燈塔上面看下去 可以是最高點 我們可以算觀音最高的地點 那你什麼時候能夠來完成這個任務 你自己有個計畫好不好 有 目前我們在今年年底之前 我們的周邊相關的環境整理 都會開始完工 都會完工 那個我沒問題 但希望請航管局 交由我們桃園市政府來管理 好 這我們會來努力 好不好 有沒有信心 我們會盡全力來做 一年內 一年內 不要一個會期以內 下個會期以前好不好 有困難嗎 哪一個地方有困難 我們會隨時把進度跟譯作報告 我知道 先讓我們來努力 你認為哪個地方會有困難 目前全台灣的燈塔 都還是航港局在管理 目前還沒有完全釋放任何一座的燈塔 你也認同說 沒有什麼功能 唯一的功能就是觀光 沒錯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不行 請立委也可以幫忙 交由我們市政府來管理 甚至開放一個觀光景點 譬如說一天能夠100個人 也許你那個會造成一個 很多人願意去排隊 可能夏天是 夏天是蓮花 我們春天秋天就來看這個燈塔 冬天呢 做什麼呢 關於海水議場知道嗎 知道 有很多人在玩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衝浪板 不是衝浪 風帆就是風帆 風帆 那個是現階段是沒有人管理的 他有跟我們申請 那個活動有跟我們申請 現階段有沒有人管理 目前是委由公所這邊來管理 還是沒有管理 沒有人在那裡 我要告訴你 正常的來把他管理 萬一發生事情的話 我們負不起責任 當然玩那個人都是很行家在玩的 但是還是要小心 沒有人管理 完全都沒有人管理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的特色 你大園也不能夠 新屋也不行完 唯一就只有觀音可以完 沒有錯 而且還玩得很高興 跟一座報告 我們現在是在做水質的調查 目前如果他的水質OK 水文也OK的話 我們會積極希望能夠開放那個地方 變成一個比較合法的玩水的區域 但是目前都在做研究的階段 對 當然你這個顧慮是很好的 但是已經玩了很多年了 所以我還好啦 真的都還算是蠻幸運的 玩帆船的人都沒有事 其他的去玩水的 大概有別的事情 所以這一點我們一定要 盡速來把它管理好了 否則發生太多事情 我們市政府負責不起 是 好不好 局長可以嗎 可以 可以齁來規劃 好 謝謝 請教一下高局長 非常感謝辛苦了 那個八月初就有一個免費公車 觀光公車這個 從中壢繞到觀音觀音再到新屋 已經一個多月來了 你覺得功能如何呢 辛苦你們了 我覺得對於這個創造這個產業 跟觀光發展是有幫助 局長 我講實在的我去看了兩三次 車上都空空 車上真的都沒有這樣 很少人是從中壢坐車來到觀音 然後玩一玩 然後再等車子再坐到新屋 沒有要旅行團的有 有很多那種 統聯的巴士一堆 然後就是一天的行程 到哪個景點 到哪個景點 中午在哪裡用餐 所以我們這一點 局長是不是我們值得再討論一下 你要不要再提問一下 這一點 好謝謝 最後我們請李光達李議員 蔡永芳蔡議員 兩位議員共用20分鐘 請發言謝謝 謝謝議長 我們交通局 由副市長 請站起來一下 副市長 請問一下台北市的大巨蛋 如果最後回到跟遠雄 旭約 你覺得說 市民的 台北市民的觀感會怎麼樣 這個方法覆覆不太好 就會浪費到一兩年的時間 我想即將也兩年了 那現在大家所關注的一個問題 台鐵桃園段的一個地下化的一個工程 我想很多議員在關心 市民也在關心 我想市政府更努力 我想現在的進度 應該是進入交通部的一個副審 副審最後還是要等所謂的定案 定案就是才可以來動工 對一般來講談到重大計畫 定案是算可行 這個過程我想我們的交通局 我們的市府的團隊 應該都是一直在跟中央來持續溝通 來努力 包括這個副審 包括中規環境差異影響的一個評估 還有我們中央 中央的部分規定我們的自償率 要達到百分之十五以上 我想我們已經規劃設計 就桃園中立兩個站體 這自償率已經超過百分之二十 是不是這樣子 目前我們報上去的資料是這樣 已經超過中央的自償率吧 在自償我們的資金的一個部分 我們市長 我們市政府團隊 也是積極的 希望在專案跟我們的國發會 來商討我們的支付比例 希望能夠比照高雄市就百分之二十五 那假設預算如果是一千億的話 我想我們的250億 250億的一個支付額 我們的財政上 大家在質疑說 我們能不能負擔 事實上我們的財政 以分期付款的方式 包括將來所創造的一個 這個土地開發的一個收益的話 遠遠超過這個東西 我想大家是支持的 但是市民所關心的 所有議員所關心的是 什麼時候可以動工 市民他不知道說 在跟中央協商爭取的一個過程 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說在107年 我們市長要選連任之前 您認為能不能動工 我猜應該是核定上沒有問題 這計畫核定 您能有機會 是啊 核定之後 接下來就整定案 核定以後才做相關的規劃設計 我想這是我們全市民所關心的 大家也因因其盼 這是如果我是新任的議員 聽我們資深張雲炳議員 早在劉邦友時代 就有所謂的雙子星計畫 就是走地下化的意思 我們今天沒有推翻 所有過去誰的一個政策 只是回到正道 對我們地方的發展最有利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認為直轄市的規格 應該是地下化最適合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蔡永芳議員 她有她很獨特的一個看法 謝謝 請坐 局長 我請教你 那個 台鐵 高價化 目前還有在動嗎 就你所知 目前她是暫停施工 因為她的零食軌做完了以後 那個 內地引南的零食軌 她就暫停施工 等於說這一段 目前都還沒有在動 內地以北的零食軌 她是完成的 內地 內地站引南的零食軌 她暫停施工 因為她都市計畫沒有通過 沒有發布實施 那等於說 就是目前都是沒有在動 對 零食軌是暫停施工 她在等什麼 她在等什麼 基本上 在等地下化核定嗎 我想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子 那我想請問你 你的工作報告 第36頁 這邊這樣寫 她說 我們去年11月6號 送交交通部可行性研究報告 對不對 然後 新北市政府表示 新北市的英哥鳳鳴路段 仍然要依照原核定的高價化計畫 來施作 我請教你 朱立倫市長的態度是什麼 他們認為就是 他們 新北市 俠內的 他們還是維持原計畫 用高價 他們要高價 我們要地下 那到時候變成雲霄飛車 從上磚下來嗎 他會有一定的重坡度 不會有這種現象 那你的意思說 朱立倫不喜歡桃園高價化 他沒有這樣講 他沒有這樣講 他他們自己都市裡面的做法 他們自己決定 我們的事情 我們自己決定 那照人這樣講 如果我們地下化 他們高價化 怎麼接 好接嗎 可以接 可以接 他只要有足夠的長度 就可以把中斷面降下來 那他們如果一樣地下的話 市容景觀會更好吧 當然 當然 為什麼他不要 這個我們尊重他的決定 尊重他的決定 你的意思說 以前的桃園縣長不支持 我們現在桃園市長 由鐵路高價化 改為鐵路地下化 朱立倫不支持 我們鄭文燦 是嗎 這個不是這樣講 每個城市的環境跟想法都不一樣 各有各的想法 我們都尊重 那朱立倫是桃園人 那他為什麼不想這樣去連結 我想他沒有他們的論調 根據這個問題 你有跟他們討論過嗎 我們有正式開會協商 他們協商他們理由什麼 不行你講 不是 他們就是他們認為這個 新北市的部分還是維持高價 對他們都市比較方便 他們高價比較方便 我們地下比較好 是嗎 因為這是他們的意見 我們還是要尊重 要不要是他決定 不是我們很勉強 我以為我到建湖山了 忽高忽低 雲霄飛翅 不會不會那都不至於 不至於喔 好謝謝你齁 那你請坐齁 我請教一下我們那個觀光局局長齁 請問你 你第一次約會去哪裡 真的還聚不太起來 聚不太起來 聚不太起來 你請坐 消防局局長請問你 蛤 第一次約會去哪裡 電影院 電影院嘛齁 好不好玩 好玩齁 印象有沒有深刻 深刻 深刻嘛齁 所以好玩對不對 那現在叫你去 帶老婆去電影院 好不好玩 不好玩 請坐 觀光局局長 我請教你 好玩不好玩 怎麼界定 當然有很多的條件 剛剛所舉的那個例子 事實上是跟人有關 跟人有關齁 跟去玩的人有關 對嘛 我今天 我路的過 看一個 晚上七八點 看一看 你看飛龍在天 幾十米前的屁 他們說 欸 你怎麼再看飛龍在天 這麼久的屁 沒有啦 你不知道啦 現在公國不一樣 局長一樣 公國不一樣 也是很趣 你知道嗎 我也是要說 我們桃園很多景點齁 我不知道那個什麼 最難玩的城市怎麼平出來 我不知道 但是很多去玩的點 跟心情 跟對象 跟當時的氣氛氛圍 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 同樣一個地點 可能你去的時間點不一樣 也會不同感受 我上禮拜去那個大溪 那個韭菜 韭菜特區 我記得 我去年帶我太太去的時候 他心情不好 整段都很難玩 結果上禮拜去他心情好 他好玩我就好玩了 結果想說哇 來到這個景點齁 太可惜 可惜什麼 你知道嗎 那裡我們開車去 居然沒有U-bike 如果有U-bike 配合來玩會更好玩 U-bike是誰 我想請教你 你U-bike 是以交通運輸為重點 還是以觀光旅遊為輔 原則上是油氣比較重 遊戲比較重 對啊 因為那天看到很多從櫻哥 從新北市騎過來的 很好玩耶 結果我們要租 租不到 對 所以你們兩個要互相結合一下好不好 那好玩不好玩 不要說什麼 韓劇來拍個戲 就可以扭轉 好玩不好玩 韓劇來拍干我什麼事啊 我是帶小姐出去我覺得比較好玩 對不對 心情很重要 好啦請坐 謝謝 跟永旺議員默契沒有談好 本來想說 這個交通局的業務講完 再來問官旅區 那個局長 這個高局長 那 這個地下化 可能再走回頭路 回到高家花嗎 清楚 說清楚 我們 會全力的努力 一句不可能 這麼難說嗎 不是 我們會努力朝地下化走 我們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跟你講 如果之後再回到 再高價 那會被罵死 我跟你講 另外 現在台灣 好不容易 7月份的出口 財政部的統計 好不容易轉黑的部分 成長1.2% 表示我們的出口 還不夠暢旺 再再需要我們的 內需 包括民間的投資 政府的投資 過去的一個高價化 匡列 預算大概是308億 還不包括土增 所以一定會再增加這個預算 所以說我們目前來抓這個 整個地下化的預算 大概花1千億左右 我想擴大地方的一個投資 增加個500億 600億 我想能夠促進我們的經濟 我們的GDP成長 絕對會更高 是不是這樣子 如果推動鐵路立體的話 他就會帶動營建 營建就是一個火車頭 所以整個經濟是有幫助 對 你有這個觀念 真的是一個了不起的局長 謝謝你 另外U-bike 上一次我私底下跟你聊天的時候 關於市民使用U-bike的權利義務 這個保險的部分 你說上一次台北市跟新北市還沒有權利 你剛回答我們蘇議員的時候 好像有一個出行出來 我們這次跟微笑公司簽訂承攬契約的時候 就把第三人的責任選就已經放在裡面 現在的城商有幾家 捷安特跟微笑嗎 還是只有一家 是同一家公司 他現在成立營運的 U-bike的營運是叫做微笑公司 賣自行者叫捷安特 是 那我們現在U-bike 他設立 以設立的標準 是以屢次量高且密集之核心區域為優先推動區域 選定大眾運輸的場站 台鐵高鐵捷運公車 集合住宅密度比較高的地方 商辦道樓來優先 現在產生一個問題 舊桃園區為例 每一個理工 那一個理有 我這個理沒有 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我想現在的一個 我們的U-bike設立的點 你一個幾孔幾個 一孔兩台車 我想現在還是以所謂的休閒為主 因為我們的整個捷運路線 還沒有一個眉目 所以這個出口站也還沒有 以台北市來講的話 他是以捷運能夠做一個接駁 為一個這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現在你在衡量的部分 我看不出來說 您的標準在哪裡 我舉一個例子 中路裡 希望在中路派出所旁邊 來設置 因為那屬於中路派出所 因為有一個 所謂的消防栓出口 我們目前就佔顧於考慮 在中平地區 游泳池的部分 集倉街口那裡 我去看也還沒有 一個馬上可以設的地方 中校公園跟第二四場用地的籃球場之間 有一個廊道 那個也沒有什麼困難的問題 也還沒有設立 我知道 你今年是編列大概 兩千八百部的一個單車 要再詮釋 但是慢慢把它建立來完成 好不好 我想我們 因為 現勘做 現勘以後 適合做的 後面後續還有很多動作 我知道 因為你們現勘 那時候搞得我們的助理團隊都人羊馬判 到處去看 里長也有里長的看法跟意見 所以 現勘達成協議後 我們會盡快做 你們後面還有包括這個 機電的部分 土建的部分等等 我們這個會立刻處理 我想這個 既然各里都有想說 站在為里民來服務 因為他現在是目前已休閒 包括剛出議員提到一個重點 逆向行駛沒有人管 萬一我們的這個U-bike屬於公產 萬一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說有第三責任前 他會理賠嗎 第三責任前的範圍 在保險區域裡面 他該 培長的對象 他都會 我想 在人口密集的地方 在公園旁邊 可以設置的地方 盡量去利用 能夠跟我們的公車站牌 能夠結合 能夾地界 乙地環 能臨近公車站 我想 就我們在推展這個 所謂 綠色環境 節能減碳 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我想這個部分 希望這個局長這邊再多努力 再另外 停車不足的一個問題 我想你在 大型的一個 這個 路外停車場的一個新屁 公24公園 已經在進行 現在可行性評估的有 桃園區的文昌公園 中立的自強多目標 一個停車場 另外獎勵民間或者補助的部分 你105年到7月才獎勵了5家 我想 南北桃園停車都很困難 我想這個部分在積極努力 我上次有提過 也跟財政局歐局長聊了一下 我們民生路大華五街口 有個400坪屬於財政局的用地 有一部分是屬於區公所 我們這個職員那個宿舍 在不動這個職員宿舍的情況之下 希望你這邊交通局能夠支持 也要公務局的支持 盡快來開閉 對我們的觀光市場 那個夜市這裡的停車 也有很大的一個改善 我希望這個部分 請您多努力 另外 在所謂的雍塞路段 雍塞路段的一個解決 你也改善了六處 我想桃園市的雍塞路段 很多 中立的雍塞路 在我們的都發局的規劃之下 暴步 已經在八月份已經核定 我特別要再指出 桃園市的桃園區的玉塞街 這個是非常雍塞路段 它還有一個特殊性 就是一個危險性 緊鄰著屏郊道 我希望說我終於釐清了 我禮拜六那一天 還在跟都發局都計科 郵科長 談了40分鐘 我已經離出來 不能只有盯都發局 希望市政府 由副市長這邊轉達一下 希望明年開始 或者來年 在公務預算上 還有你交通局這邊 能配合一下 我們最近的會刊 我希望交通局 也能夠去參與 這樣好不好 好 其他永光再來看有沒有什麼 好 謝謝 那個局長 剛剛你說U-Bike有第三責任險 對不對 那有沒有常務險 他本身如果出車禍的時候 那台U-Bike到底他們賠不賠 發行公司 財務損失的部分 就要看你的造勢的原因 如果是騎乘者的過失 那就由騎乘者自己要賠 因為這樣一個問題 你那台腳踏車多少錢 大概將近兩萬塊 將近兩萬塊的腳踏車 那租借的人 他租借了 你剛說如果發生車禍 發生車禍你說很很難會說沒有責任 只是比例的一個比例上的一個而已 為什麼不把它列在保險裡面呢 讓承租人能夠更放心的去承租 因為通常這個第三責任險 主要是針對這個身體的部分 做保險 那財務的部分 就是車損險 沒有沒有一般的第三責任險是 我騎腳踏車我騎摩托車 我跟對方出車禍 我背對方 有第三者 這補安公司 帶我背對方 我現在問的是 我這台租倫車 還是跟小鞋 都開去的時候 對不對 補安公司有帶我背嗎 還是我自己要出 你自己要出 我自己要付嘛 所以有承擔風險 是是是 那如果失竊的話呢 會不會失竊 一樣喔 那等於說腳踏車 借的人 只能從這一點 騎到那一點去放 還真的不能去 提供的一個工具 本來就應該愛惜使用 而且要遵守交通規則 那你剛剛講的第三責任險 再講一次清楚一點好不好 內容是什麼 就是這個 在 注定站的範圍內 你請坐 請那個科長回答 就是 我們目前就是針對 如果 在廠站發生造勢的話 就是 歸屬於 廠商的責任的部分 我們這部分是會理賠的 歸屬於廠商 如果今天 借了腳踏車 我騎了 在路上騎 跟我們 機器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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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是算我的 還是公司的道具 沒有 沒有保險 對 這部分是沒有保險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第三責任險 這樣我們U-bike就是沒有第三責任險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們是就在廠站範圍內 沒有廠站範圍內 廠站範圍內 我腳踏車牽出來 那個廠站有多大 你的保險內容是什麼 就是 他騎乘的租借的環境 還包含車輛 如果是 就是以 車 廠站跟車輛 是屬於廠商的責任的部分 這個是 是由廠商去做的 沒有啦 我今天借了腳踏車之後 我從AD騎到 騎到那個 A到B嘛對不對 甲地騎到椅地 中間如果發生的車禍 通通都是租借者的責任喔 對不對 這要回歸到那個 是不是 對不對 是 對嘛 就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是 通通都是租借者的責任 等於說我們的U-bike沒有保險對不對 是不是 就是沒有保險嘛 不是我們的U-bike 全社的U-bike都是這樣子 全國的U-bike都沒有保險 因為保險公司不保 他不保 他不保 所以我們現在呢 結合雙北市和基隆 我們準備跟保險公司來談 你講的那個現在都不保 不是我們不保 是保險公司不保 如果可以保 讓承租者有更大的保障 這個都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好謝謝你 謝謝 謝謝局長 那那個 關於保險內容 書面提供給我們議會好不好 好 謝謝我們洋局長 管理局洋局長 謝謝齁 去爬虎頭山的一個誘因 反正 我們先 桃園說被評選為不好玩 不好玩 我想我們不要再講我們不好玩 這會像破窗理論一樣 你窗戶破掉垃圾就一直進去 現在我們一直講我們不好玩 人都不來 連垃圾都沒有了 我想我們要不要再唱衰自己 另外這針對這個攤販的一個管理 這個管理的部分 他寄存很久了齁 但是齁 桃園區跟龜山區在管理制度上不一樣 我想對攤商不公平 這一個部分我想那個葉處長齁 是不是說簡單回答一下 這部分跟一座報告齁 因為這個路是要三勝路 他原長就是命名道路 那交通秩序的管理是由這個交通 那個交通管理 然後我們那個 控制室加兩分鐘 現在 三勝路齁 現在他對我講 攤商對我們齁 在散步啊 遊逛的影響大不大 就新人的部分沒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齁 車輛我想每個地方都會用篩 這產生的一個問題 長期以來在桃園區的部分齁 就要收到我們封管處的一個 巡邏的人員齁 那個叫什麼 他是公園內 因為那個桃園的部分是屬於公園內 他們現在 我不曉得齁 我想你們應該跟我們的攤商齁 建立個默契了齁 我想既然有默契齁 我們就來執行他 不要去破壞這個默契齁 有有特定人齁 自己去拍照 就丟給親戚派出所 去給人家開罰 如果他今天違反這個默契齁 我們同意齁 不要用這種私下的行為 這個人你再去查一下 最近這些攤商 想要再跟我們封管所 來做一個商談齁 我想以後就以商談的結果 我們來 我會去出席 我們來做一個了解 這事情總是要釐清齁 經濟也不太好齁 這些長期存在其來有志 我們不鼓勵他 但是我們可以做有效的管理 默契的一個建立 這個可能沒有辦法用書面 但是我覺得有公有虛 也有他的誘因在 你覺得這樣的看法如何 我們有執行一個這個 三聖路這邊 公園內的這個交通管理 協助的親戚派出所執行 那執行下來這幾年都還不錯 那我們就一直在 目前也是都用這個方法再執行 你們裡面有一個很臭培 我跟你說 這個人的來路也不是很怎麼樣 我直接這樣點 這個協調會我會去 我想大家希望維持一個乾淨 發展油氣的一個環境 但是我想我們在做的 民修戰道 現在局長在努力的就是戰道 就是通道 暗渡陳昌 但這是好事 包括陳昌的部分 我們要發展整個一個 虎頭山的公園特定區 包括龜山的苗圃 我們市長要規劃一個什麼 規劃一個什麼 規劃一個什麼 好我們散會 在這裡 就西瓜 你不打散了 然後 我們在這裡